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死了 我该怎么办呢 为时外出办事 不想却遭人暗算 怕是活不成了 乖兔儿 以后你就是新任掌门了 将九剑山发扬光大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一半整 似乎也不错啊 听起来就有面子 不可以在几个村子为所欲为 师父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 我该怎么活啊 你还没告诉我宗门的宝贝藏在哪呢 师父 你还没死啊 为时刚刚只是失血性休克 还剩最后一口气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交代 为时之前接了狂虎堂的战帖 三日后就是约定上门挑战的日子 一切就都靠你了 可千万不能躲了九剑山的威名啊 生 喂老头儿 我不会刚当上门就被打死吧 后面就交给你了 乖兔儿 我去 无事吧老头儿 不过九剑山 有个屁的威名 单传独苗 怎么和人多是种狂虎堂品 要不 我还是偷的保护吧 叮 什么声音 检测到宿主即将6号 激活受图反力系统 宿主 欲藏风 九剑山掌门 境界 真元镜 一重天 弟子 无 物品 擒封剑 夏平利器 只要赠予弟子东西 就可以获得被返奖励哦 奖励最低两倍 最高万倍 但是同一弟子 同类物品一个月只能赠予一次哦 这是 我的金手指 我就说嘛 我堂堂穿越者 怎么可能没有系统外挂 亲手大礼包自动发放 首次赠予 必定触发万倍暴击 要把握好机会哦 只要收图就能变强了 这系统 听上去还挺靠谱的呀 嘿嘿 先收个图地 试着看效果 让我看看 这个门派剩下的弟子是 厂门为什么要种这些花花草草 要是种成红薯该多好啊 江月瑶 十四年年父母双亡 师父将她从山下村子带回九剑山做了杂役 负责照顾我和师父的生活起居 虽然比较贪吃 但却是除了我之外 现在九剑山的唯一城门了 江月瑶 你可愿拜我为师 什么 收我为徒 少掌门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吧 喜欢师徒禁忌之恋 不过 成为修仙门派的弟子 可是很威风的嘛 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铁铁心 快点给我滚出来受死 什么 狂虎堂 铁铁是这个时候 你们等我把图收了些 铁铁心的老家伙不在吗 那就先收拾了你这个小杂队 瞧 多么嘞 小月瑶 拜我为师 以后每天三餐 红薯管够 真的吗 师父在上 请收弟子三伴 可算是把这个吃货坑到手了呀 老托儿 快起来 为师现在伺你这把清风剑胡胜 兵器都不要了 事先等会儿死得不够快嘛 哈哈哈 童话 就让你们知道我厉害了 你赐予弟子 下品力器 清风剑 首次赠予 触发万倍暴击 获得玄机上品灵器 七星剑 玄机上品灵器 这下有救了 狂虎堂的人 速速上前受死 狂妄 不知死 呃 居然是圣笔灵器 我 呃 寿侠饶命 寿侠饶命 都是王虎这老家伙的主意 不管我们的事啊 约战日期 不是三天后面 你们怎么现在就来了 狂虎堂堂主呢 受下息怒 是我们堂主大人 得知贵派剑铁新前辈受伤的消息 所以才派王虎 前来试探九剑山寻食的 只是狂虎堂下了战帖 为何不堂堂正正一战 是七五九剑山无人吗 滚回去告诉你们堂主 今夜午时 九剑山新掌门要亲临狂虎堂赴约 让他洗干净脖子 给我等着 这 这 还不快滚 这狂虎堂 怎是老头子重伤的消息 莫非老头子的死 跟他们有关系 本来 只有今晚拿下你狂虎堂的堂主 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哦 师父居然如此厉害 他 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少掌门吗 今夜 为师要去狂虎堂一堂 月儿 你修为太差 若是留你一人镇守山门 恐怕会有所不测 现在 为师再赐你九剑山传承功法 百剑绝 提升实力 这是 黄极上品功法 我 竟然瞬间便融会贯通了 黄极上品功法虽强 但没有足够的功力 也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威力 为师 再传你百日修为 你好好领悟 我的修为 在不断的上升 师父这是在把自己的功力传输给我 哦 居然突破到聚气器了 四老头说 必要这丫头没有修炼天赋 终身无法突破到聚气器 看来 只要有系统的加持 弟子本身的资质 就并不重要 哼哼 小游我如今系统在手 再多收几百上千个土地 不分分钟征服这个修仙界 好了月瑶 你刚刚突破境界 还需自行适应 为师方才为你传功 元气大色 需静养片刻 你先下去吧 弟子绝不辜负师尊栽培 弟子 弟子定要将九剑山发扬光大 以报师尊再造天恩 你能有这份心 为师就很欣慰了 买死 第一个土地 攻略完城 赶紧看看系统 把还了什么好东西 四者 欲藏风 九剑山掌门 境界 结丹境三重天 弟子 将月扬 物品 七星剑 玄机圣品灵器 你向弟子传授百日修为 触发三百倍报击 获得八十二年修为 你向弟子传授黄极上品功法 百剑绝 触发百倍报击 获得玄机上品功法 三阳剑绝 哈哈哈哈 没想到 居然突破到了结丹境 如此一来 今夜狂苦堂之行 我便有时辰把握了 九剑山能否在我手上 恢复昔日荣光 就在此一意 大王 那小子就是这样说的 唐主大人 哼 年轻气盛 不知天高地厚 打伤我狂虎堂 大言不惭 除非他师尊剑铁心 恢复全盛时期的修为 不然本堂主 还不曾把任何人 放在眼里 啊 九剑山掌门玉藏风赴约而来 张风何在 四祖前来受死 且丹境 保护堂主 别让他靠近堂主 灭了这小子 哼 头已知辈 也敢阻拦本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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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到底什么来头 九剑山除了剑铁心那个老头之外 他那个徒弟玉藏风 据我所知 不过是个混池等死的废物 你绝对不是玉藏风 你是什么人 这评价可真毫不留情啊 过去的我真有那么废材吗 废话少说 张风 你只需要知道 我是取你性命之人就行 哼 想取老夫性命 啊 那就要看看阁下 有多少金粮了 罗汉权 竟然比我还快 他的修为莫非在我之上 战斗中还敢分险 找死 就算你的修为在我之上 可使用的毕竟也只是黄极上品工法 我这玄极下品金钟罩 有二十年功力 你破得了吗 你破得了吗 是吗 七星剑 剑来 什么 居然是玄极上品灵界 不愧是极端其修史 连玄极上品灵界也认识 那你也应该知道 凭我手中这把七星剑 本座要取你苟命 如探狼取物 不过 我可以留你 只要你说出 是谁伤了我师父剑铁心 我保证绝不杀你 哼 原来剑铁鞋那个老家伙 自己没跟你说嘛 嘿嘿 小子 别以为一把玄极上品灵器 就可以吓到老子 老子身后的靠山 不是区区一个杰丹琪修士能得罪的 不 是神圆丹 能让杰丹琪 贴生五个小剑铁的弹药 杰丹琪六重 没想着用这枚弹药 来对付剑铁心那个老东西的 没想到全这个地方用上 能死在杰丹琪六重手上 你也可以死而瞑目了 去死吧 还好系统仿环的功力 基本上和自己辛苦修炼的一样的扎实 否则这一剑 换做寻常的杰丹琪三重 可能就已经死了 居然没死 怎么可能 丹药终究只是外力 想要杀我 这点本事 现在 轮到我们了 三阳剑绝 二阳剑铁 环机上品剑绝 九剑山怎么可能有这种等级的功法 尽重照顾 还是能问出任何事 黄虎堂居然被人灭了 这黄虎堂堂 堂主杰丹精修为 在这一带几乎无敌 怎会被人杀死 他死了 王长老所吩咐的事 他就难办了 师兄 有何口 师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当主 当主被仇家追上门来 与强敌奋战 谁冲不敌 死 死欲 与弊剑下 可知道对方身份 不 不知道 有 留你何用 好了师弟 我们也该走了 要是被人知道我玄剑综弟子出现在这儿 恐怕不好跟掌门交代 是 师兄 师兄 原来如此 想不到老桃子的死 居然跟超级宗门玄剑综有关 玄剑综乃是苍权大陆冬月的霸主之一 与天苍宗和雨仙文情 人缘英强者 在他们眼中都如同蝼蚁 被这等大势力盯上 可就不好办了呀 在脚尖上根基还没撞打之前 还是小心一点微妙 这狂虎堂也算是一方豪强 应该有些积蓄 这张峰 会藏在哪儿呢 有了 像张峰这个身份的人 随身携带植物一定极其重要 这一定是狂虎堂保护的钥匙 可这入口 又会在哪儿呢 这虎堂背后的墙壁似乎并不是实行的 难道说 哼 果然没有猜错 真的在这儿 这个地方 竟还有其他人吗 不要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大爷 求您行行好 放过我们吧 这些 不是狂虎堂结育的灵女吗 这狂虎堂果真无恶不造 怪不得老头子生前 已经想溺了狂虎堂 两位姐姐 你们不要怕 我不是狂虎堂的人 各位请放心 狂虎堂众人 已尽数死在本掌门手下 本掌门现在就放你们出去 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这 那帮天下的混蛋终于死了 太好了 一定是管理这儿的玄剑宗上仙们 来救我们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各位误会了 在下并非隶属玄剑宗 不是玄剑宗的上仙 夺谢恩公再造之恩 敢闻恩公尊姓大名 我等姐妹将在家中 为恩公立上长生碑 传送恩公公德 以帮恩公辞恩 在下乃是九剑山掌门欲藏风 实不相瞒 这狂虎堂做出如此行径 乃是玄剑宗某王庆长老方人所致 我九剑山虽然不如玄剑宗 致力强大 却也看不惯狂虎堂的所作所 所以才冒着危险 灭了狂虎堂 各位切记不得宣扬此事 否则我九剑山 恐怕会引来玄剑宗的怒火 届时 恐怕连我都自身难保 想不到还有意外生活 这样一来 不九剑山的工品 用不了多久 就会在周围几个村庄传开了 到时候 想收几个徒弟 岂不是轻而易举 竟有此事 王沃等年年 为玄剑宗缴纳碎工 想不到这玄剑宗 竟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恩公放心 我等定会收口如瓶 姐姐们 还是早些回家 免得再让家人们担心吧 那我等就先行谢过恩公了 小妹妹 您为何不走 我 我没有家 你的家人呢 他们 全都被狂虎堂的人杀死了 这 这也太早了吧 你 你 你可以教我仙法吗 你能杀光那些坏人 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仙人吧 这 算是吧 不过想要学习仙法 可不是简单的事 让我先看看你的资质吧 这小姑娘 自制倒是不错 你真想拜我为师 跟我学习仙法 没错 只要学习仙法 才能和你一样 傻瓜 那些人 如果只是这样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我被修士 当以天地利兴 为民生利命 为往圣祭绝绝 为万世开太平 怎能有如此偏执之心 我 太深奥的道理我不懂 不过既然是仙人说的话 定有他的道理 哈哈哈哈 好 我就收你为主 不过嘛 为师现在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 你在此稍等您可 没想到这狂虎堂 也是全都可以 除了些零食和地级丹药 也只有这把下品灵剑 勉强地送不错 你既然拜我为师 这柄下品灵剑 便是为师送你的拜师礼 下品灵剑 宿主兽图下品灵剑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反华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开启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触发十倍暴击 获得极品灵剑 龙泉剑 才十倍暴击 弄灰伤后再好养活 这难道就是修剑者的世界 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吗 这孩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定领的送信 寻常凡人 若是飞到如此高 定然会有些紧张 可这小鸭子 却连一丝胆怯的物件 确实是块修监的好料子 师父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九剑山第三代弟子 弟子将来 拜见师父 快快请起 我这新收的弟子 好像有点死心眼 我去 师父这么快就又见了个新徒弟 是我先 明明是我先的 不行 绝对不能被这个小丫头给抢了工头 吃吃吃 一天就知道吃 不见你多做几次功课 这是维持新收的徒弟 你这个当师姐的 要好好树立榜样 知道了吗 师父 我错了 哈 果然是有了新欢 忘了旧爱 我就是长得可爱了点吗 师父也太偏心了 这是你师姐 姜月瑶 师姐好 师妹 好 小狐狸精 转什么转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月瑶 去把百剑绝练习一百遍 不练完不准吃晚饭 啊 师父别呀 会饿死人的 嗯 好吧 要不是系统限制单个弟子 也有传功上限 不然天天花太阳光 看来 还得多收几个弟子明智来才行 不过 这个新收的徒弟 倒是可以再发掘一下 哼 既然你有心修仙 为师就把这玄机上品功法 三阳剑绝传授你 能领悟多少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那是什么东西 师父 这便是仙法 想要成为修仙者 必须要打通灵脉 学习仙法 看来传授他百日修为 已经让他的灵脉成功法了 宿主受徒百日修为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开启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出发两倍暴击 获得两百日修为 什么鬼 Oh no 才两百日修为 亏死了亏死了 发现弟子隐藏体质 这是 宿主是否传授百年功力 供弟子江兰觉醒先天道体 居然 居然是万年一遇的先天道体 我真是捡到宝了呀 若是激活后系统返还 我该会得到什么样的强大体质 同意 好嘞 如此天地异象 莫非是一宝出世 如此天地异象 必定有一宝出世 小的们 跟我走 是老大 师父 如此天地异变 看方向是九剑山 九剑山毕竟曾经鼎盛一时 那老家伙留下些好东西 也不是不可能 此等天地异象 已经引起其他势力开始动作 前衣 你也动身 那是属于我玄剑门的东西 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有人不愿让我们得到 我们得不到的东西 那就谁都别想得到 是师父 咳咳咳咳咳咳咳 没想到 突然你身负先天道体体质 为师为你打通先天道体 修为大算 总算帮你觉醒了体质 接下来 你修仙意图坦坦荡荡 不会再遇到什么瓶颈 嘿嘿嘿嘿 这次花费了百年修为 虽然修为倒退 但是一块系统 不知道会给我什么奖励 弟子必定不会辜负 师父看着 你有这心那就好 师父 您没事吧 无妨 这点修为对为师来说 只是毛毛语 只是要你记住 修炼意图 终究还是要靠自己领悟 你下去磨合吧 为师需要好好修养一份 是 师父 想不到 师父他居然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系统 出来出来 快给我返还 宿主帮助弟子激活先天道体体质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开启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触发千倍暴击 获得逆天改命 五构之体词条 开启逆天改命系统 宿主可通过激活弟子体质 获得相应逆天改命体质词条 逆天改命 蜡猎 是否也会有了 神颜 逆天改命 神颜 联系统 神颜 里面 雷雷 神颜 竟然 我 寿主 一目的 一目的 你却不太有了 可随意沟通天地灵气 无垢之体 除了修炼境界与功法无瓶颈 还可以随意沟通天地灵气 俗话说 无限蓝 开启天道突破系统 宿主从杰丹境开始 可进行天道难度破境 以获得更强大的实力 天道突破 每个境界为十重 修仙者的境界分为 聚气境 真元境 杰丹境 元阴境 化神境 物道境 羽化境 羽灯仙境 只有宿主与宿主弟子 才可以进行天道突破哦 需宿主征元境一重后 收集五星灵气 突破天道结丹境 五星灵气 窗门中 只有雷泽才出现 看来得找时间去一趟 给老子滚出来 这时候有人打上门 称晦气 系统 给我继续返还 我要升级 宿主传授弟子江兰 三阳剑决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给我开 我会投赢你 你要给我来多大大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 触发两百倍暴击 获得三阳剑决 剑衣境界 剑随异动 哎呦喂 竟然是剑随异动 剑随异动 可是礼物剑衣的第二次境界 只有原因一体大的 才有这个资格礼物剑衣 我倒是要看看 哪个不长眼的 敢来找我九剑衫的麻烦 怎么是你们这两个小娃娃 叫你们大人滚出来 你你你 你不要嚣张 我师父很厉害的 剑铁讯都死了 你们九剑衫还有什么高手 快让你们大人出来 让本宝主看看 不过刚打通今晚就下片零剑 看来这一趟九剑衫是来对的吧 师父 跪下 饶你不死 一个真远镜小家伙 也敢在宝主面前嚣张 啊 竟然是真远镜大圆满的高手 师父修为还未恢复过来 这该如何是好 在我面前还敢不出剑 给我死 就凭你 也配让我出剑 啊 好快的剑 你小子实力不错 不过初来混 只有看背景讲实力 加入我局上班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你 要么跪 要么 死 大言不惨 少死 看好了 回事只有事一遍 我还没出力 你怎么就跪下了 包主 你怎么给这个臭小子跪下了 他做了什么 大伙给我一起上 刚刚那我见起 莫非是传说中的剑丝异道 给老子闭嘴 刚才是我下了眼睛 没认出前辈的厉害 还望前辈大人不及小人逛 马爷 见识异道 只有圆英七大佬 才有资格领悟的剑刀军前 我还是喜欢 你刚才 极傲不逊的样子 谁乱传 玉三风是个废物 听说玉三风才不过十八岁 这么年轻的 圆英七大佬 真是个废物 老子直接摸脖子算了 前辈说笑了 我哪敢呢 我在您面前就是个屁 不如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老大 这么恐怖的剑丝 是不是玄剑门的长老来了 是一股剑丝 莫非是玄剑门的人 比老子先到了 有老大在 怕什么 哪怕是圆英镜的高手 还不是被老大给阴死过 不过毕竟对方是圆英镜大脑 我们还是要小心行事 跟老子走 不管是谁拦着老子面前 哼 找他明白 老大一声令下 我们就乱刀砍死他 这种剑丝 玄剑门的人来了 从剑丝上看 不像是玄剑门的人 难道是小剑尸 不管是谁 都只能是我的利物 这剑意 剑随意动 难道剑铁心还没死 这不可能 师父不可能失手 罢了 不管是谁 只要敢动我玄剑门的东西 那都只会是我玄剑门的敌人 今天我九剑山还真是热闹 小子 敲出来 我保你不死 敲出来 敲什么东西 难道 他们要我手里的剑 不应该啊 七个灵气虽然珍贵 但是也不至于闹这么大阵仗 他们肯定是看我九剑山人丁凋零 想要来抢地皮 还真以为我九剑山没人了 看他们之间互相在借过 我可以从这个方向下手 来 你试试 拿不拿得走 哥们 那我虽然只是真元净九重天 剑随意动 再加上无限蓝 害怕对付不了你一个杰丹静后期 你 真不介意 九剑山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没想到 他竟然领悟到剑随意动了剑阶 这一定是九剑山传承功法的缘故 这本功法 我一定要拿到 道友 不如我们联手拿下此次 比出异宝下落后 再决定归属如何 就凭你 也配合我联手 绍兴和静男直接出手 绝对不能让这个疯子得到功法 道友 我是玄剑门王长老 座下弟子 苍千亿 我来帮你 你仇人的徒弟 要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真想现在就弄死了 不过也好 先利用了仙头 再次拿算 这家伙 实力还算不错 我可以先利用起来 你想学习真正的剑刀吗 啊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想收我为徒 我修行百年 这百年来恶于凤晨 事强明弱 早就忘了最开始修剑的初心了 前辈 我想学剑 这家伙还真好糊弄 把他们拦下来 要是你成功了 这件事情过后 集上宝的人 就是我九剑山外门的力 要是你表现良好 我不介意 穿你真正的剑刀 打破过马阳德 还打破你们 集上宝都给我杀 宰了他们 好大的胆子 找死 你的对手是我 我全力一体 既然露了下 这小子有古怪 能与杰丹静后期看 看来我经济虽然倒退 但是实力 反而增长了 再来 到底什么修为 修为足够杀你变形 问那么多干嘛 就此 丹阳禁决 不是真原境修饰 他竟然这么厉害 事态复杂 再继续带下去 飞蛇们这里 走 到底是杰丹静后期修饰 果然还是有几分本事 大库 老大 你们老大不想一起跑了 冲 能跑几个算几个 冲 我不想死 玉藏风竟然这么厉害 肯定是九剑山传承的功法 和我交手 还敢分心 糟糕 天武阁绝学 翻云掌 看来你玄剑门的溺水剑 也不过如此 道友救我 救你个毛线 我巴不得你死在这里 狗羊狗一嘴毛 他是天武阁首徒 绍兴河 他来这里 就说明天武阁也盯上你了 要是没有我玄剑门的庇护 九剑山 是躲不过这一劫的 先不走 那个叫绍兴河的 从一开始就没给我好脸子 估计也是没安好心 这两人背后的踪门 我目前都惹不起 要不 我先带着他们跑步 剩这俩货 可我要搞一嘴毛 一会儿 你找准机会 带着江月瑶和江南先离开 赛五十一万千军阵的舞 这 去哪儿 雷泽 去雷泽那种大凶之地 不是找死吗 不过 既然长得正要说 那就一定要他的道理 干了 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九剑山是没法子呆的 这次一离开 九剑山肯定要落入其他人手里 就希望我老头子 不会诈尸骂我了 三年 最多三年 我绝对都会回来 道友说的对 我来助你 你抢风 你什么意思 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要杀你的意思 难道师父在剑铁星出手的事情败露了 想离开 我不会拦路 为什么 没兴趣 走 一开始来九剑山 是以为这里有医保出事 打算依靠医保来撑过原因听解 没想到 竟然有个原因之下 就领悟建议的小子 要是能拿下他 从他口中逼问出领悟之法 我领悟出武艺 哪怕没有医保 我也能度过天际 绍兴河 我俩联手 把他拿下 再决定医保归属怎么样 收起你的小心思 我不是白痴 看来这个绍兴河 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一会儿打发了苍千亿 这伙肯定还要出手 可以从这方面对付他 沙大友 不如我们联手好了 天武阁和我玄境能本来就不对付 平日在永宁中摩擦不断 玉藏风看似只有真元镜 真实的镜体 至少是结单镜中气上 他俩要是联手 我绝对跑不掉 到底是有背景 会的秘法可真不少 碍眼的家伙 都走光了 接着 就轮到我们了 我知道 接下来要和阁下一战 但是你真的希望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交手吗 我与阁下消耗都不少 我相信阁下也不希望这样吧 你说的不错 这样的状态下交手 我的确不喜欢 总算忽悠住了 哪怕我和他交手不会输 但是拖的时间越久 就越容易出现变果 既然要战 那就要让我们 在最佳的状态 堂堂正正一战 没想到你竟然也是勇武之辈 一会儿我留你一命 里面是黄街中品丹药 可以快速帮你恢复体内真元 一会儿 我们战个痛快 竟然是黄街中品丹药 大宗门的弟子 都是没脑子的吗 多谢 你敢骗我 是你自己没脑子 本事呆了你呐 不管你跑到天阳海角 我都要亲手杀了你 不知道掌门怎么样了 真希望他没事 宝主 小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 你在教我做事 您让咱们宝内 所有人一起逃命 可是宝主 真的值得吗 你不懂掌门的厉害 要是咱们能从他手里 学到一招半事 就足够受用终生了 不就是个真元净的小子吗 掌门来了 我就知道掌门轻轻松松准脱身 掌门 我就知道你想脱身绝对轻轻松 其他人怎么样 一路上都没有出什么哨子 都在镇子里安顿着 你那边的人还有多久到千轻镇 最多还有半天时间 半天后 带上你信任的人 镇子西边的空地集合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具体的计划 是 天武阁 玄剑人 永宁州这两大巨头都冒头了 在看不到的地方 不知道还有多少势力蠢蠢欲动 没想到江南激活体制 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还是自己腰杆子不够硬啊 要是老子实力够强 势力够大 背景够硬 谁敢多放个屁 参见掌门 包主 我不明白 阿彩 不能对掌门不敬 你现在明白了 剑衣 真人即逗能领悟剑衣 他绝对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既然明白了 那就说正事 目前永宁州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利 所以我想去雷泽 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掌门 我们这点人去雷泽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我倒是认为 去雷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说说您的想法 目前永宁州局势复杂 天舞阁和玄剑门已经开始动作 毕竟九剑山这时闹得不小 其他势力也是蠢蠢欲动 所以我们继续在永宁州待着 迟早都会被发现 雷泽虽然妖兽狠醒 但是雷泽里的势力 就是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就意味着我们在那里还有机会 只是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是担心我们实力不够 刚刚进入雷泽 就全蛇在那里 我的确有这个顾虑 神奥你们加入我九剑门 那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雷泽灵气充沛 我有把握让大家在短时间内 实力提高一个大经济 那掌门你有几成把握 十成 那我要怎么相信掌门你的话 你要是不信我 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这国药情 黄金几品丹药 光是闻到这种味道 我平静都似乎松动了 男才愿与吉尚宝一众门人 加入九剑门 现在这帮人 算是真心实意和我一条船了 就是我这点家庭 太薄了呀 那就将定了 休安一晚 明天一早 我们就出发 系统 他们是我九剑门的人了 他可以给我返还不 可以 那还等什么 赶紧给返还呢 宿主传授门人丹药 符合条件 开启千倍返还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开启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出发百倍暴击 获得玄阶虾品丹药 接若丹 看来系统返还 不是侵传弟子也可以 只是返还的上限打了个折扣 不过这样也够了 在雷泽里 只要系统能返还 那我们城市的机会会大很多 最多三年 三年后 我一定回来 师父的身外化身 更加炉火成青了 你去九剑山 受了点小伤 弟子知错了 那个剑铁心的弟子 叫什么来着 玉藏风 你对他怎么看 玉藏风看起来只有真远镜静解 但是却已经领悟建议 这人实在有些奇怪 领悟建议 他是元英镜 如果他是元英镜 那弟子不可能活着回来 那就是九剑山传场的原因了 弟子也是这样想 你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已经收到信息 玉藏风和吉尚宝的人 去了千轩镇 看他们的方向 应该是雷泽 弟子马上安排 狗毛躁躁的 能成什么事 区区一个九剑山 也值得我们玄剑门这样对待 多把眼睛放在天舞阁和真元宫那边 别忘了三年后的三宗大笔 是 师父 弟子知道了 师父 那九剑山那边 我记得在雷泽禁制附近 有个附属宗门 是土罩门 嗯 传信过去吧 刚才大家也知道了 玄剑门要我们做什么 区区一个九剑山 都要我们土罩门出手 真不知道 玄剑门是怎么想的 门主 玄剑门传信 那我们还是要服从安排 商长老有什么安排 既然是玄剑门的吩咐 那我们出宫不出力肯定不行 就让少门主去办这件事吧 也显得我们的重视 就这样安排吧 张长老 对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刚才门人说的也有道理 区区一个九剑山 的确不值得玄剑门这样 除非 玄剑门在图谋九剑山 只是在图谋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门主 不如我们偷偷下 说一套做一套 玄剑门那边会对我们有意见 我土罩门附属玄剑门两百年 每年供奉丝毫不差 但玄剑门是怎么做的 他们把我们发配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抵御雷泽妖兽 这两百年来 门内死了多少人 当年那些老弟兄们 就只剩我们两人了 门主 玄剑门现在还能让我们附庸 那是我们还有这个实力 这些年 门内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 当我们这些老人走了 那土罩门就是真的没有活路了 门主 让我来安排 绝对没有问题 哪怕事后 事情败露 玄剑门追查下来 最多也只能追到我这里 让我 为土罩门找条活路 那你有多少把握 齐城 那就干吧 掌门 再过半天 就到了静止之地了 凭我们这些人硬闯 是闯不过去的 永宁州与雷泽之间的静止 有实力不弱的实力镇守 静止不但阻隔 妖兽入侵 也同样拦着永宁州里的 修饰过去 的确是个麻烦 你有什么办法吗 恐怕得找 安道上的人了 我 我有个安道上的朋友 安才 这事就交给你和他去办 安道上的人 看中利益 我们这里人这么多 恐怕开价不低 能用零食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现在 你也是我九剑山的人了 话说 你的家当有多少 掌门 不在这儿玩的 掌门 我就这点家点 瞧 瞧你这 抠抠嗦嗦的样子 我还你双倍 真双倍 说双倍就双倍 一口唾沫一个钉 一会儿系统返还了 别说两倍 三倍都还得起 哎哟 你小子还算可以啊 居然有两千零食 难怪舍不得 都是血汗钱 血汗钱 你们先根据计划去做 江兰月瑶 你们跟我来 站嘛 你记得还我呀 我感觉 自己被掌门坑了 接下来不知道 还有什么危险 你们一人一千零食 先带着 万一通过 禁止之地的时候 出了什么岔子 你们俩先跑 有了这些零食 你们短时间内 也可以有个遗仗 师父 我不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和您在一起 你们要记住 你们是我九剑山的 第三代弟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把我九剑山 传承下去 为九剑山 留下种子 师父 我明白了 给我返还 宿主授徒零食 符合条件 恭喜宿主 触发万倍暴击 获得两千万零食 两千万零食 哥们儿 我也是有钱人了 师父 你在笑什么 我突然想起 开心的事情 虽然师父 看起来真相 但他心里 一定很传重吧 我一定不能 辜负他的希望 一定不能 这是玄阶 下品丹药 剂若丹 你们现在还是聚气景 一会儿 服下丹药 尽全力化解药力 实力能提升 多少算多少 多一分实力 就多一分机会 是 师父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去吧 这俩徒弟 一个都不省心 给个东西 还得连魂带片 好个羊毛容易吗 宿主授徒丹药 符合条件 恭喜宿主 触发十倍暴击 获得玄阶中品丹药 接若丹 为什么心里头 不得劲儿呢 这 掌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妈呀 这全都是 黄阶中品以上的丹药 掌门这么富的吗 你们都是我 九剑山的人了 我肯定不能亏待你们 这些丹药 你拿去分算 接下来说不定 是玩命的事 大伙能提升多少 算多少吧 我明白 丹药倒是 一分不少的返还了 全都是玄界以上 但是还给 突击的零石去 果然 还钱这种行为 不属于兽语 系统是不会开启返还的 真是个 抠门的系统 谁 是我 掌门 搭上线了 搭上了 但是对方 开价不低 幸好哥们儿 我现在是个 土财主 不然还真的 为零石犯了 不管对方 开价多少 答应他 不许 不许 未来 继续未来 有 对方说 约定三天后见 你说 已经有 九剑山 那群人的消息了 那伙人正准备 偷偷摸摸的 通过 禁止之地 哼 我土罩门 镇守禁止之地 两百年 禁止之地 足有十里 从没有人 从门眼皮子 底下流走过 那是你眼瞎 偷溜的 多了去 你是怎么查到 这个消息的 门内有个弟子 一直在搞 暗道的活 我盯了他 很久了 那伙人联系的 就是他 那你盯紧了 咱们到时候 给他们来个 一网打尽 笑得明白 少门主果然厉害 没想到这么快 就查到了 九剑山的消息 也得看是 谁的儿子 那接下来 你倒算怎么做 抢人吗 明抢 是不可能明抢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等少掌门得手后 我们在暗中结下 这些人嘴巴 言不言 门主放心 他们都是门内 培养的死士 背景也干净 等抓到人后 他们不会回土照门 直接去一个 隐秘的地方 逼问出 玄剑门看中的东西后 我会吩咐 他们直接灭口 哪怕玄剑门来查 也不会查到什么 安排妥当就好 一般是 我放心 来的是谁 是我 这么多人 风险有点大 我们知道风险比较大 所以也不为难你 这里有一万灵石 是玉附金 要是你带我们 过静止之地 我再付一万灵石 好 不过这一路上 都要听我的安排 兄弟 我看你对这里这么熟悉 是这里巡逻弟子 闭嘴 我虽然不懂精致阵法 但是也能感觉出 这里的灵气波动 是要磨弱合同 快过去 速度要快 多谢了兄弟 少掌们 他们已经准备离开了 咱们是不是该出手了 玄斗给我拿下 一个都别放走 先别动 可能是路过的 不对 他们是笨我们来的 你赶快回去 我怎么可能 要是把你们点了 我的下场 能好哪儿去 你们快走 又是一会儿 有人跑不掉 一口咬地 我是被威胁的 别浪费时间 快走 就凭你们三瓜俩草 也想从我手里走 少门主 我是被他们胁迫的 要是我不大意 他们就会杀了我 我和少门主 都知道你被胁迫了 跟我回宗门 说清楚就好了 没事 别怕 谢 多谢师兄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侮辱 少门主的智商 被胁迫的 亏你也编得出来 各位是想自己跟我走 还是要我帮你们跟我走 你是谁 土罩门 受门主 没商量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谈条件 杀 忧虫小敬 全都给我废了 阿杀 你护住他们 其他人 跟我一起拦住 剩下的 剑义 你一个真云镜的垃圾 怎么可能领悟剑义 骄虫小气 那个人这么厉害 什么来头 后开问的别问 后开知道的不能知道 再继续下去 收门主 会吃大亏啊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出手 闭嘴 我向山招牢请示 如今局势对少门主十分不利 如果我们坐视不理 少门主肯定危险 如果我们出手救下少门主 那我们的任务 也有很大可能失败 班尔与旧剑山已经交上手了吧 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土罩门这次可是要崛起了 长老 不好了 上长老 怎么了 少门主有危险 不可能 门主是结丹镜修士 对付一个真远镜的小子 不能有变故 玉藏风已经领悟了剑意 并且那些人里还有个结丹镜 我明白为什么玄剑门要这小子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门主终对不能出事 让死士出手 就像门主的同时 把玉藏风掳走 死士里有两个结丹镜修士 我就不信了 那小子再厉害 能挡住三个结丹镜的连手 商长老有令 救下少门主 不惜一切代价 带走那个年轻人 是 小范 今天我便要你知道 什么叫做结丹镜修士 结丹镜修士 也不过如此 好恐怖的力啊 这就是师父的实力了 啊 行法术 土流壁 虚虚非剑 怎么可能破掉我的土流壁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破掉我的土流壁 解开禁制 让我们过去 我可以饶你不死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我不可能输 小门主 我们来了 又一个结丹镜 就是小门主 快 给我一起拦住他们 小子 你今天要死在这里 行法术 丹镜刺 这些人 怎么跟个傻子似的 出招就要叫名 又不会给自己加霸了 给我死 行法术 丹镜枪 少门主 小心 哇 预葬风到底什么来头 怎么会这么厉害 跑 必须要跑 他实力不弱 哪怕是偷袭 恐怕都不容易得手 哼 这两个小女娃 一直被保护 看来是预葬风 很重要的人 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不自量力 来吧 小姑娘 找死 想要人 就自己来找我 保护少门主 离开 小子 本事简单着修士 也得死在我等死报之下 没想到 预葬风这么厉害 幸好门内养了一批死士 不然还真没办法脱身 你想去哪儿 哇 你不能杀我 你要是杀了我 我爹不会饶了你 你不是想去雷泽吗 我打开禁阵 帮你们出去 饶了我 饶了我 我寡了你 我爹是土罩门门主 你放了我 我带你们去雷泽 这个人是土罩门少门主 留着他也是个仇嘛 放了你 你又怎么带我们过去 放心 你现在可是我的小宝贝 我怎么舍得对你怎么样 咱们 除他其他人都解决了 我更喜欢你们刚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现在大家都有伤 还是先走再说 不然一会儿 就会更危险 把他带走 其他人费了修为都放了 让他们回去 给龚月宇带个话 想要他儿子 带着我徒弟来换 糟糕 烧门主被抓 这事不好给门主交代呀 你在害怕 我怕什么 你在担心 土罩门会怎么处理你 同时我也很好奇 你抓我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闭嘴 他们开口了吗 掌门 你是不知道 这个少门主怂得很 稍微来点硬的 他就软了 然后就全交代了 这是破禁之法 掌门 你先过目 恭喜宿主 掌控黄街破禁之法 可百分之一百成功率 破除禁制之地政法 这样一来 只靠着我们自己 也能随时随地地去内心吧 剩下 就需要想办法救出江湾 你们办事我放心 把过禁制之地的方法传下去 这段时间提升实力的同时 也必须得把破禁之法给掌握了 是 门主 我一定把这事给你们踏实了 宿主授门人法门 符合条件 恭喜宿主出发百倍暴击 获得破禁之言 可看破玄街一下政法 好家伙 简直好家伙 宿主在这时候真给力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把这个破禁之法 在暗道里散布出去 掌门 你是要引起大乱子 毕竟咱们没背景 也没啥事理 只有先乱起来 我们才能乱中取胜 并且 安裁捏想法子和暗道上的人合作 临时不是问题 爷兜里可是有一两千万零食 也是吐财主 掌门的心思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办 那我也去了 看看还能不能从那小子嘴里 磨出什么话来 去吧 不管啥事 尽心就好 月阳 你过来 师父我错了 我没有保护好师妹 我这大徒弟 虽然平时跟个马大哈似的 但是好在本性不惯 这件事情 你也是有心无力 为师不怪你 师父 我 支持而厚勇 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赌破经济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我这个大徒弟 在剑道上是真没啥天 看来我得帮他另找一条出路了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玉藏风没有拿下 我偶尔舍里头了 废人一个 留着也没什么用处 杀了吧 生命啊 凯然和玉藏风先接触 看渡我的儿子 我要他们生不如死 你听见了 这些都是玄剑门搞出来的鬼 迟早得让玄剑门还仗 不然我得亏死 掌门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 已经办妥了 已经有人愿意和我们接触 还难合作的事情 对方是什么人 何靠不 对方一直不肯透露具体的身份 只是让我们去半张坡和他见面 半张坡是暗道中的一个具体 在那里见面 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其他意外 知道了 这件事你来安排 掌门 刚才宫月文那边 又磨出来一个消息 最近这些年 土掌门内部 已经有了许多对玄剑门不满的声音 这消息很有价值啊 看来土掌门早就有反心了 那这件事情 有转机了 我们可以想办法 扩大土掌门和玄剑门的力风 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救出将来 我们脱身离开去雷泽 玄剑门 毕竟有两名原音境修士 土掌门 他敢和玄剑门撕破脸吗 要是宫月文死在了玄剑门手里呢 那到时候 就是不死不休的结局了 在永宁州 还有天舞阁和真元宫在 所以玄剑门的原音境修士 不敢离开自个儿的大本营 所以来的只能是 结单净修士 那这样的话 土掌门暂时就不会有太大的顾忌 找门说得对 玄剑门无非就是想要我 要是把土掌门内部的声音 传到玄剑门耳朵里 然后我当药尔站出来 就不幸玄剑门真的沉得住戏 至于自保的问题 现在我的境界已经到瓶颈 我要突破天道结单 所以从修为上 没法子下手 看来我只有从 功法和法门上琢磨琢磨了 要是我能再多几个徒弟就好了 去把冷红圣叫来 就说我有事找他 掌门 您找我 这段时间 你对我宗门印象怎么样 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宗门目前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我能看出宗门潜力很大 只要争取一些时间 一定可以成为 永宁守守区一职的宗门 掌门虽然看起来境界不高 但是实力强横 并且这不是掌门电信我 我恐怕还在济血浑浑饿地活着 冷红圣实力不强 天赋也一般 不过这人好忽悠 可以作为长期饭票 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很高兴 你有这样的态度 我也很喜欢 叫你过来 不为别的 只为帮你提升实力 掌门 别说话 尽心感悟我三阳剑 精索 怎么样 领悟了多少 事无愚钝 如此精妙的剑卷 竟然只领悟到我掌门的一点皮马 没关系 下个月还有不懂的 尽管来找我 第四一定对中门忠心耿耿 不要掌门对我的恩情 只要对中门忠心耿耿 我身为掌门 对你们绝不藏私 好好干 干好了 说不准以后长老的位置 就是你的 去吧 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一定会努力的 职场PUA 不管在啥年代都管用啊 要不是因为现在 自己腰板子不够硬 自保都有些麻烦 不然 真想疯狂收徒弟 一路飙升 以后收徒弟 可以不看天赋 但是必须得可靠忠诚的人 狗发育才是王道呀 掌门叫你干啥呀 你怎么还哭了 掌门刚才 传我三阳剑去了 还让我好好干 干好了以后 还让我做宗门长老 有这样无私的掌门 我们也算是有个家了 我也要更加努力 这样掌门也会传我功法了 这孩子还挺硬 不管用什么手段 连哼都不哼一声 是啊 有时候他还对我笑 挺瘆人的 休息一下 一会再来 干脆 我没有那一招 上头给话了 他不能死 喂 臭丫头 你什么来逃 啊 为什么土罩们要抓你个小娃娃来这儿 难不成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吗 奇怪的癖好 那是什么 我叫江兰 九尖山弟子 你呢 你又是谁啊 为什么被抓来 哼 我家老头招惹了土罩们 可惜既不如人 被人灭了满门 现在只剩我一个被抓来了 也不知道那一帮混账 想要从我这儿问出一些什么 去 她看起来很平静 内心一定很痛苦吧 喂喂喂 你这小丫头 不要摆出一副同情的表情啊 话说回来了 你呢 那个听起来就不入流的什么九尖山 难道没人来救你吗 九尖山 对 对了 师父 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 师父 一般在门派之中 只有长老和掌门的弟子 才会有专门的师父 你这小娃娃还有师父 你师父什么境界 我师父 我师父可是真圆镜修士 他 他可厉害呢 真圆镜 真圆镜修士 你指望一个真圆镜修士来救你 我看你师父 师父 早就被人吓得屁滚尿流 丢下你跑路了 你还是认清现实吧 你这家伙 真讨厌 不许你这样说我师父 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 真是个蠢丫头 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蠢蛋师父 才会收了你这么个蠢蛋徒弟 难道你们师们 擅长培育蠢蛋吗 不准你侮辱我师父和九尖山 立刻给我师父道歉 那 这丫头可真够死心眼的 她那个什么师父 是怎么哄骗到 这么个单纯的丫头 而且这丫头的性格 是我不擅长对付的类型的 好了好了 之前是我说话太重 对不起 不过你师父 是不可能来救你的 土照门高手如云 就算是结丹镜也不够看的 何况真圆镜 有人来了 拜见门主 商长老 还是什么都没说嘛 回禀门主 这孩子嘴巴言得狠 什么都不肯说 你们下去 属下遵命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有言不尽 希望你一会儿也不开口 在这个阵法内 有三千六百刀疯 每一股疯都是一把刀子 每过一秒 你就被三千六百把刀子 在身上挂 喂 此老头 犯不着对一个女孩 用这等歹毒的手段吧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闭嘴 说 可是不会说的 哼 该死 图护照门的这帮混蛋 怎么办 放着不管 这丫头可是会死的 没办法 谁叫我是个刀子嘴 道夫心的人呢 只能先用那个阵法了 就连上长老你都不能从那个孩子身上问出话 看来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线索是不可能了 那就发通缉令吧 吩咐下去 凡是能抓捕九尖山余孽的 悬赏十万灵石 三日之内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将九尖山的余孽给我找到 前面就是万丈坡 方圆百里岸道上的人 都是在这里聚集 我们要见的人 就在这里 不过 岸道中 竟是一些下九流之辈 和他们打交道时 还得多加注意 明白了 我们小心行事 信量不入事 掌门说的是 岸道有岸道的规矩 只要我们守规矩 那就不会出什么意外 二位客官想要吃点什么 随便来壶茶水就好 哟 没想到咱们这儿 也来了个小白脸 小白脸嘛 谁知道是哪位道友的床盘 混账 不要其外生枝 我哥俩开口还敢不理咱们 兄弟 他是看不起咱们啊 徐区真原剑啊 就敢这么狂 让咱们给他整整这些 那 这个分神怎么来了 哎 见过菊前辈 不知前辈有什么吩咐 你是安道友 潘才见过前辈 他 他们既然认识菊堂 他们到底什么来的 不想死 不想死的话 死 滚 是 我们怎么就滚 这位 就是老板吧 见过前辈 没想到这么年轻 不知道遇到有找我们 是想我们这些人干些什么活 这是 这是定计 里面 是一个让前辈满意的数字 好大的手臂 一百万零食做定计 这活儿 不轻松吧 所以零食得让前辈满意 唉 再多我也没有兴趣 是对数字不满意 不 对零食满意 只是你们这活儿 有命证 陪命花呀 前辈 你这话什么意思 在暗道中 消息可是很灵通的 我们明白了 不过 一下子能掏出这么多零食 你就不怕我黑吃黑 前辈你可以试试 不过 我也相信前辈 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 哈哈哈哈 我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有趣的小辈了 你先回去吧 我要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我会来找你 前辈知道我们的住处 当然 我不是说过了吗 暗道的消息 可是很灵通的 大哥 你怎么看这二人 很有魄力 很有意思的小辈 我倒是有几分兴趣结交他们 那 既然他们和土罩门有仇 为什么不答应和他们合作 土罩门毕竟雄剧禁止之地两百年 哪怕这些年有些摔落了 那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们还是稳妥些好 大哥说的是 毕竟咱们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也不在乎这点时间 把他们的行踪告诉容胖子 让他摸摸那小子的底 不用说的太多 就问他 对土罩门的赏金 看不感兴趣 熊胖子可是结单近七层 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妥 想要和我合作 不露出点真本事怎么行 谁敢敢闯我洞府 熊道友 才几天没见就不认识奴家了 是你 你来做什么 我来 自然是给容道友送零食的 你什么意思 古罩门队玉藏风的十万零食悬赏 就问道友你敢不敢兴趣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问道友敢不敢兴趣 如果没兴趣 奴家找其他人就是了 如果这小子真这么肥 你们舍得把蛋糕分给我 大哥在暗道中生育极好 有些事情不能放在明面上 你懂吗 如果同意 我把他们行踪告诉你 好 为什么 你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幸运没上我一下的 掌门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没事 我们先赶回去 再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小心 谁 小子 有点手段 我一路上都会小心 肯定是菊唐把我的心从泄了出去了 不过 这样子对他有什么好处 想要我的脑袋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不自量力 哼 好厉害的坚决 小子 小子 你不行了吧 你已经使出了全力 可是我还没有 把力 三阳剑决 破地势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告诉我 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我可以饶你不死 废话少说 杀了我吧 按刀有按刀的规矩 规矩比生命更重要 哼 规矩嘛 也好 省得我浪费口舌 你怎么不杀我 杰丹进中旗 也不是掌门的对手 掌门的剑道境界 越来越高深了 像是能从掌门手中 学个一招半身 写过我受用众生了 你的努力 我都看在眼里 做好本职工作 九剑山不会亏待你的 是 韩菜绝不会辜负掌门的期待 现在杰丹进中旗修时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后面 不知道还有多少实力 强奔之辈等着我 还是需要快速提升实力 上次传授老龙扇三阳剑决 还没问系统返还 也不知道 能不能用获得的奖利给返还 只能卡八个试一试 万一成了 系统 给我返还 传授门人三阳禁决 符合条件 开启千倍返还 暴击随机 是否开启 开启 开启成功 恭喜宿主触发五百倍暴击 因宿主境界限制 你将奖利转换成建议境界 恭喜宿主获得建议境界 剑随心赶入门 可以初步随心所欲操控剑 检测到宿主有利用奖利物品 恶意卡bug行为 警告一次 若宿主再次发生该行为 惩罚 终身不举 算你狠 掌门 你为何突然辞举 难道是鞍采哪里做得不好 引起了掌门不满 和你无关 就突然想起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掌门 此人已经没有反抗能力 我们是不是 你自己看着办就好 金丹禁修是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屏内的金丹 掌门分明是把金丹赏赐给我了 多谢掌门赏赐 赏赐 赏赐什么 安才感谢我赏了他个男人 难道这个世界的修仙者 多喜欢这个调调 不用道谢 毕竟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要把持住自己 切勿伤身 刚才掌门的话 似乎是有利点拨我 我明白了 金丹虽然对我的修为注意颇大 但是若过于贪金 事后肯定会走火入魔 反而伤了自己 只要循序剑剑 教他实力地打好基础 就能够紧接金丹剑 掌门对我恩重如山 我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多谢掌门点拨 安才必定紧接掌门的话 欲藏风这人当真神秘 虽然只拥有真圆剑修文 丝毫不比金丹剑修弑 拥有这样恐怖的剑意 难道他是个原因剑可怪 可收集来他的消息显示 欲藏风只是个修炼不到十年的修士 算了 先把看到的一切都是给大哥说 剩下的 让大哥来定夺好了 我就知道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掌门何出此言 有人在暗中窥视我们 掌门的修为该有多恐怖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来了就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三阳剑决破天室 不错不错 虽然这是剑随行转的入门阶段 但是我的剑意 已经可以不用拒泥于剑决了 那想到这么快就发现我了 欲藏风好敏锐地观察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掌门出剑了 但是我怎么感觉 掌门的剑更激励了 石玉姑娘 你可别说你打酱油路过 我可不信 如果我说是对玉掌门一见倾心 耐不住心中思念紧随而来 你信吗 我有这么帅吗 看来做帅哥也是种错呀 容易引起误会 石玉 你安排这一出到底有什么目的 否则休怪我九千商不讲情面 和玉掌门交谈 有你说话的份 没有规矩 我听一掌门好好管教管教你 石玉是杰丹剑就是 我怎么可能挡得住他的攻击 安才退下 是掌门 掌门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忘护着我 毕竟你这个浪荡的女人 是不是还是更在意我呢 哪怕是安才有不对的地方 也轮不到你来教训 说吧 你和菊塘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然你今天也别想走了 狱掌门可真不懂风情 我这样的弱女子 怎么会是狱掌门的对手 狱掌门可要小心了 中了我的魅术 可是会爱上人家哦 别闹 哥们我凭实力单身 石玉姑娘 还是说清楚再走吧 狱掌门不接受人家的好意 人家可是会伤心的呢 也罢 人家就先回去给大哥复命了 好滑溜的身法 石玉防备之下 小菜留下已经是不可能了 安才 我们先回去 狱掌门的实力怎样 狱掌门虽然只是真元晋 但他战力丝毫不弱于 杰丹晋终其修饰 熊醒已经败在他手里了 受伤了 走的时候被狱掌门发现了 过了几招 没想到区区一个真元晋的小子 竟然能领悟这么精纯的建议 便你也免不了被对方建议清洗 有点意思 让我去会会他 起 躲下来了就现身吧 遮遮掩掩的算什么大人物 那个人到底是谁 既然被人尾随至此 要是一会儿打斗起来 得想办法 向不山谷内的人撤退 阁下要是再不出来 就不要怪玉某了哟 剧掌门以真远镜 力胜结丹镜修饰 真是英雄少年 安才 来的不是敌人 是掌门 你特意过来 总不是为了和我客套两句吧 自然是要和御掌门商讨合作的事 阁下还认为 我们有合作的可能 御掌门什么意思 你难道就不打算对我启示一番吗 曲某心知此事的确有些过分 御掌门心中有怨也实属正常 但是我有难言之意 还希望御掌门理解 这里有十万灵石 还希望能打消御掌门心中怨气 你的幸运我知道了 但你这点钱 这里有一百万灵石 你带着 消失在我面前 哥们儿我可是爆发物 和我比灵石 不是把脸生过来给我打 御掌门难道是掀起十万灵石太少了 这是五行灵气中的土灵气 对金丹镜修饰都十分珍贵 还望御掌门明白我的切语 哦 我来个去 哥们我只想装一下 没想到 还能掉下五行灵气 五行灵气对我极为重要 却他能毫不犹豫拿出来一道 那肯定还能拿出来第二道 我再炸他一下 五行灵气 这点东西 很难让我办事啊 御掌门什么意思 难道真以为我是好欺辱呢 罢了 要不是目前等不到 比他更合适的人 否则我会让御掌门 知道我的厉害 这是一道五行水灵气 要是你还不肯放下心中戒敌 那我们的合作 不谈影罢了 嗯 差不多了 再得寸进尺 那非得得罪人不可 现在九剑山也不能树敌太多 剑王就收吧 哎呀 瞧你这话说的 你大无几岁 我就叫你一声歌吧 叫我哥 成多年龄 我等你祖宗的狗了 刚才我不也怕弟弟 你还在生气 不是急了吗 哎 没有没有 哥 不是我说你 刚才你那话 太见外了啊 下次再这样 对弟弟我说 那我非得和你急 刚才是哥 我说的不对 弟弟别往心里去 我有些藏酒 一会儿 哥你得自罚三杯 好好好 掌门真的奇人 刚才明明有些剑拔弩杖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两人就好像多年好友一般 听说 玉藏风逃到禁忌之地了 是的师父 已经和土罩门起了冲突 师父 根据可靠消息 土罩门对我玄剑门似有反心 哼 骨鸡瓦狗 还能翻上天了 师父 其实我不懂 为什么您对九剑山 这个小门派 这么看重 现在永宁州天武阁与我玄剑门针锋相对 真员工看似 超脱事外 其实也在等待时机 在上还有天仓宗和羽仙门这两大隐士宗门压着 所以我玄剑门的日子并不好过 师父 我还是不懂 九剑山虽然只是小门派 但是他却有传承 得了他的传承 为时再进一步之日 就是我玄剑门称霸永宁州之时 弟子明白了 师父对玄剑门当如日月 弟子要是能学到师父万分一二 也当受用不尽了 你还年轻 玄剑门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 起来继续下棋 是 师父 那禁忌之地那边 师父打算如何处理 让林平部去吧 让他处理好土罩门的事情后 顺便把玉葬风带回来 怎么样 阳哥 七弟这酒还算不错吧 确有独到之处 酒是好酒 咱们下来还可以继续喝 但是这事儿咱们还是得先办 哥 你认为我说的对不 续藏风变脸变得比翻书很快 真不知道他湖里卖的什么药 弟弟说的对 咱们还是得先忙正事 这就是土罩门的结构图 这条路线可以十分隐秘地进入土罩门的核心地带 你弟子被捉 可以随我一起前去营救 哥 我认为有些不妥 哪里不妥 谈到玉葬风心里头又有什么想法 要是哥你和土罩门打个招呼 他们在这条路线上提前埋伏好 那我不就得玩完 你信我 防人之心不可恶 我可只有一条小命 其实你大可放心 我和土罩门有不死不休的仇怨 我还是原因尽强者呢 说说而已 谁不会 当年我和龚月宇一起创进了土罩门 后来龚月宇为了独霸宗门 抱着玄剑门的大腿来暗中害我 我道理就死在他手里 看他的表情不像是说假话 就先信他一回 都过去的事情了 怎么哥你还在说伤心事 话说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这样过 有没有信仪的女孩子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看安踩就不错 豫掌门 我们还是先说正事吧 是是是 先说正事 喝茶喝茶 咱们互助互利 切大欢喜 相亲的事情 后面再说 玉藏风有没有打探到 什么有用的消息 门主 根据从暗道中传来的消息 土壮门叛徒菊堂 已经开始和玉藏风接触上了 菊堂竟然也来颤一脚 这件事情有点麻烦了 不过局势虽然复杂 但是还得先稳住军心才行 哼 菊区丧家之权 有何优质 如为长老可有对策 门主 话虽如此 可菊堂也是金丹境 大圆满境界修士 不得不妨 二长老有何高见 如今菊堂必定在和玉藏风商量 对付我土罩门 不如让我去暗道中 探查菊堂消息 届时带着门人 将他们一网打尽 救出寿门主 大哥对我恩仲如山 要不是当年魄鱼行事 我才不会在土罩门 做什么狗屁长老 我这次离开土罩门 就不会再回来了 有些不妥罢 门中需要大长老与二长老作证 才能让门主高枕无忧地 对付玉藏风和叛徒菊堂 打探消息的事情 让我去吧 大哥穿我刀法 要不是当年魄鱼行事 只有委屈求全 当年我实力定位 而这一次 我必须要站出来了 将会对大哥极为了解 要是让他去了 必定可以打探出大哥行走 我必须要先行一步 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哥 门主 叛徒菊堂是金滩镜大员们境界 还有个十分古怪的玉藏风 而三长老是金滩镜中期 要是遇到危险 必定凶得吉少 部署让我和三长老一同前去 哪怕提不过 我们自保也是没问题的 将会和刘毅这两个忘恩负义的垃圾 竟然忘了当年大哥的恩情 不论如何 都想爸爸提早一步给大哥报信 不然大哥就危险了 门主 此时试惯我土罩门未来 我虽然实力最弱 但是也请愿意同前去 为我土罩门略尽微薄之力 咱们忘了大哥恩情 我绝对也不会忘了 一旦有了大哥消息 我一定会和大哥一起 心理门后 门中有你们这样忠心耿耿的长老 我很欣慰 愿为土罩门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还忠心耿耿 要是我现在跟你定顶上戳一剑 看你意不意外 不如这样 我与门主坐镇宗门 二长老是金丹静后期境界 先和御葬丰他们 在明面上接触 而三长老四长老与五长老 在暗中打探他们的行踪 大长老此言甚好 就这样办吧 大家对目前局势也有了一定了解 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本洪盛 安财 你俩想办法 明面上和土罩门接触 接洽交换人质的事情 你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交换人质 是想办法 拖住他们的一部分高手 有没有问题 我们创建法 我一兄里有亲戚 虽然没有办法战胜他们 拖住他们 还是能做到 安财虽然还未进阶金丹旗 但是能感觉到 摸到那个门槛了 所以安财 定不负掌门嘱托 那就拜托石玉姑娘 在暗中帮衬一下了 哥 那我们潜入土罩门的日子 就选在谈判那天如何 就根据御掌门的意思吧 玉造风年纪不大 但是看他谈吐别有一番气势 这个小男人可真让人看不透 那就这样定了 我在这里代表我弟子江兰道谢 拜托了 石玉姑娘请留步 御掌门有事 可否晚上 谷中小檀旁一叙 玉造风凝行时 却留下我 我看他眼神不正 难道对我另有企图 看大哥神色 似乎并不担心的样子 撇吧 就先看看玉造风葫芦里卖什么药 要是他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也不会给他一点面子 既然御掌门留你 那便听从御掌门的安排 不过 御掌门可别留太久了 家妹年纪不大 要是子时前不回到万丈坡 我这个当大哥的 他会很担心呢 哥 您哪 尽管放心 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谁敢对我们的妹妹不客气 我这个当弟弟的 绝对不放过她 那就多谢御掌门 为小妹挂心了呢 这小男人可真会占便宜 根据凡人的辈分算 我的年纪当年奶奶都足够 突破天道金丹井需要的五星灵器 有了两道 也不知道学堂手里还有没有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要提升自身实力呀 御掌门可真有兴致 十余姑娘 您可终于来了 等得我都有些着急了呀 下站着干啥 来来来 过来坐 我旁边还有空地 咱挨着坐 御掌风斗的想干什么 白天你大哥在 会有点不好意思问 你们还有没有五星灵器 钱对我不是问题 御掌门该不会认为 五星灵器这种天才地宝 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吧 就算御掌门你不缺灵石 可五星灵器也是 有价无市的稀罕物 大哥给你的这两道 也是机缘巧合得来的 再也没有了 御掌风如此看重五星灵器 莫非对他修炼的功法有关系 且看我对他施展内数 试试能不能诱惑他 说出实情 你看我的眼睛 嗯 我美吗 啊 美 很美 检测到宿主 遭受精神攻击 因为宿主解开幻觉 那你最想做什么 哼 没想到 石玉竟突然对我用了魅术 还真一不小心找了他的道 嘿嘿嘿 石玉姑娘是我的女神 我 我想一吻方泽 给我说出你心中秘密 我就让你得偿所愿 哼 原来是为了探查我的秘密 难道被他发现了系统的秘密 不应该啊 我先密口 现在和巨堂在合作关键期 我先观察一下他 要是真发现了系统的存在 我再密口也不迟 不嘛 我就想对我的女神一吻方泽 不然我是不会说的 哼 天下男人都一个样 只有大哥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也罢 让你在幻觉中得偿所愿好了 那玉掌门你要信守承诺 嗯 我一定信守承诺 玉掌门 你如此戏弄于我 真当奴家是好欺负的 怎么可能 他应该还在幻觉中啊 莫非 他已经真脱了我的魅术 嘿 我还是脱了 只有心装下去 打死都不能承认 哥们也要面子的好不好 啊 怎么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诸位长老 你们看叛徒局团 最有可能在哪个地方 这些年虽然没有怎么接触大哥 但是傻子都知道 他可能在半长坡 这还有份吗 以后我得想办法离开他们 先去半长坡这大哥 让大哥早做提防 这人还茫茫 不知道去哪里找啊 国主 我们分开寻找局团下落 等我们找到他踪迹后 再会合如何 我还想怎么偷偷溜走 自己去找大哥 他俩这都无人分处 真给我一个好机会 武长老说得不错 不如我们就此散开 各自打探 留消息后 用传言符联系 三长老说得对 那我们就此 各自打探 你们去找吧 找不到才有鬼了 大哥就在半长坡 当时好和大哥 把你们一网打击 不过为了一方万一 我还是让我走 变得被对方发现什么端倪 图障们对大哥不利 我必须要加个速度了 真是两个大聪明 我说分开就分开 他们肯定不知道 我的真正目的是 为了给大哥通信 大哥 这么多年没见 我可想死你了 真是巧啊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都想到了 在半长坡寻找叛徒局堂 怎么回事 怎么和他们 又在这边碰上了 真是倒霉透了 一会儿 要怎么给大哥通信啊 苏拉 这几行事吗 这我想麻烦了 一会儿不好给大哥通信啊 一会儿再想想怎么通信吧 要是真没机会 我就不顾忌什么 就直接偷奔大哥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仨在这时候朝来了 既然来了 还是得见见他们 真是真 komen 我知道 珍贼 我 岁月如梭 数百年未见 刘毅 王伟 沈聪 你们都进截金丹镜了 我很欣慰 大哥来了 我一会儿再想办法治愈他们 你们快走 让我来拦住叛贼局堂 老三老五你们撤 让我来挡住他们 不管怎么样 绝对不能让大哥和他们接触 大哥出现了 我还装什么装 我不会吐这门了 他们看起来虽然来世汹汹 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杀意 他们算还是一切没 一群心情 大哥快走 他俩忘恩负义 想对大哥不利 我沈从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来挡住他们 玉藏风 你好歹也是一门之主 怎会如此下作无耻 徐姑娘 说什么我不懂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承认 打死都不能承认 在你这个事情纠缠下去 也不会说清楚 算了 还是先回去给大哥禀报 剩下的 让大哥给我钓住 如果御掌门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回去了 姑娘稍等 玉某其实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玄剑门 有什么了解 怎么 御掌门和玄剑门有仇 也对 土掌门对你不利 其根源也在玄剑门 在针对你罢了 只是我实在不知 御掌门和玄剑门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玄剑门对你 欲除之而后快 有什么深仇大恨 仇大了去了 告诉你也没关系 我死鬼师父 死在玄剑门手里 虽然 对当年土掌门之变 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猜测 里面有玄剑门的影子 这些年 局团肯定有案成调查玄剑门 从他们嘴里 打听玄剑门的消息 应该问题不大 原来还有这些隐秘 既然御掌门想通过 我知道玄剑门的消息 那告诉你也无妨 通过这些年的调查 玄剑门有三大 原音镜高手 其中一个在必死关 一个在五十年前不知所踪 还剩一个王长老 在打理玄剑门的事情 你师父要是真死 在玄剑门手里 那就应该是王长老出手 王长老 玄英镜见秀 我知道 玄掌门面对玄剑门 这种庞然大物 你也敢想着去报仇 就是不知道是出身 牛毒不怕虎 还是真正的少年英雄 我被剑修 当以石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也就是我现在 腰杆子不够硬 不然早杀上玄剑门了 这人石儿像个奸诈的商人 石儿又像个色诸恶鬼 而现在又是一个锐利的剑袖 玉藏风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 我真的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还曾经见过掌门 那边有进展了 是的 掌门 我们已经和土掌门的二长老搭上线了 初步约定了 三天后再莲花坛谈判 冷红盛 正在和他们说一些谈判时候的细节 就看掌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需要补充的 你们办事我放心 自己斟酌就行 不用来过问我 石鱼姑娘也听见了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就希望姑娘回去后给哥说上 我们会在三天后行动 希望到时候不要缺席 玉掌门放心 我一定会把话带到 不会耽搁了你我的大事 掌门 那属下也告辞了 安采 你先等等 掌门还有什么吩咐 你应该要突破到金丹境了吧 有了上次掌门赏策的金丹 我已经感觉到在突破的边缘了 假以时日 必定会突破至金丹境 届时 安采也能为掌门出更大的力气 我说你也是 好好的怎么突然又跪下了 我这儿可没这么多规矩 让你留下 主要是给你说一声 要是这个月你还没突破 下个月 我会助你成就金丹境 要不是这个月传功过的 不能反例 我必然今晚就助你突破 我掌门好歹也是有宁州中流轮胆 突破到捷丹境的丹药 他们肯定有 我现在缺少得力的少下呀 安采何德何能 既然能让掌门如此上心 掌门恩情 安采必定不敢忘记 掌门如此平易近人 官安采对天发誓 一定要对掌门 对九剑山 忠心耿耿别无二斤 去吧 好好干 干好了 我日后肯定祝你们成就大盗 我对忠心的门人 绝不藏私 掌门对我这么好 他还要祝我成就大盗 掌门 他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 我和掌门的身份 犹如云迷 我怎么配得上掌门 就算掌门不给我名分 我也要侍奉掌门所周 沈聪 你狼子野心早知道你不对劲 大哥快走 我来挡住他 你这皇父义的东西 现在你终于忍不住露出马桥了 大哥小心 大哥 图掌门已经知道 你和羽藏风合作 想要对你不利 小提我过来 就是为了给你报信 大哥你走 我来挡住他们 大哥别信他 沈聪不顾及当年险 他只对你不利 他们能在这种局势险害 想奉顺法给我报信 也不忘我当年传他们刀法 如此在爱他们 你们 还是跟当年一样 天真无邪 有些不着调 你们 也是来给大哥报信的 我对大哥一直都是忠心耿耿 当年实力敌位 只有委屈求全 这一次 他们还想对大哥不利 我怎么可能还要袖手旁观 所以 你们也都是想脱离土掌门 投奔大哥的 你们有这个心意 我很欣慰 大哥 现在土掌门已经盯上你了 公月鱼已经准备对你下手 我们来找你 就没想过回去 我们一起去雷泽吧 对对对 大哥 我们也是这样的想法 去雷泽凭咱们的实力 绝对能混得风生水起 到时候 再来找公月鱼报仇 三位哥哥 我们已经和九剑山正式合作 这一次是大哥报仇的最好时机 所以我们不会再逃了 小妹 雷泽凭咱们已经安排清楚了 他们已经和土掌门接触上了 雷泽凭让我告诉你 三天后 正式开始行动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 这次公月鱼与商工 无论如何都会死在我手上 大哥 不是我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九剑山 九剑山真的靠谱吗 九剑山掌门 玉泽凭 此子十分神秘 虽然只是真元静大圆满境界 但是一身战力 丝毫不弱于杰丹静后期修饰 所以我希望你们继续留在土掌门 给我们制造机会 三天后 我回去一趟土掌门 好 那我们三兄弟 就根据大哥的意思办 庞祝大哥少认公月鱼 商工 为嫂子报仇 此行危险重重 还希望各位小心 无论如何 都要想方设法保住性命 拜托了 这位九剑山死者到底 举造风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这种破裂 倒是极为无 若是不邀请了 之后必定在永明中 有他一席之力 哥 到了土掌门 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土掌门是由我创建 里面很多机密 即便是公月鱼也不知道 安采 日后我们能不能救出江兰 顺利救雷泽 就看今天了 是啊 所以不论怎样 我们都要敬礼而为 有了石玉姑娘了 虽然你是个浪荡女人 但是为了掌门大事 我也只有忍着 和你先合作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再接近掌门了 客气了 我们也出发莲花坛吧 玉掌门 就是这里了 这里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应该是有阵法 掩盖痕迹吧 阵法已经打开 玉掌门跟我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哥 这里是你曾经的洞府吧 是啊 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洞府 不过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已经百年了呀 虽然他不细说 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 居堂也是个极为重情之人 和这样的人 是能做朋友 不能做敌人 从这里上去 就是图掌门的核心地带了 不过密岛里插路机关不少 你一定要跟紧 别走岔了 不用经历什么波折 就能深入敌方大本营 甚至没有什么敌人 比曾经的朋友更可怕的 哥 你知道江兰可能被关在什么地方吗 要是知道最好 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如果实在不知 那也没办法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应该会被关在地牢里 今日就是和玉掌风谈判的日子 如今三长老四长老和五长老 都还未回归 二位长老 你们说该如何应对 门主 一直都是我和他们在接触 我认为这一次谈判 应该继续由我去 这一次莲花谈谈判 大哥肯定要去 到时候 我就直接投奔大哥了 这个鬼地方 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 二长老此言我并不赞同 大长老此话何意 我自认为掩藏得很好 难道是被他发现了我的意图 如今门内人员不全 在我看来 由我去最合适 而门主和二长老 坐镇宗门才是最合适 这老东西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还在提防着我 你合适 莫非门主就不合适了 那可是少门主 他是门主的亲生儿子 二长老 对商某的决策有何意见 您乃是我土罩门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长老 江某怎么敢 好了 如今大敌当前 我们怎能内部不稳 见门门主 你们回来了 是否有打探到 叛徒菊堂的消息行踪 禀报门主 我们已经打探到 菊堂的消息了 就在今日 玉藏风等人 在莲花坛与我谈判 而菊堂在暗中接应 打算让我土罩门门人 进入他们构建的瓮中 哼 好歹毒的心思 不过也幸好我土罩门 有诸位长老忠心耿耿 不然 还真会找了他们的道 门主 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把他们一网打尽 大长老说得极是 我正有此意 我与三长老四长老与五长老 带领门内经营前去莲花坛 而大长老与二长老 坐着门内 请尊门主 把甲职 那好 立即出发 只是去莲花坛谈判 用不着带这么多人吧 我担心 莲花坛那边会有什么意外 不用担心 土罩门里有我的内应 没想到哥还有这一首啊 藏得挺深啊 屈通不知道还有什么后手 接下来和他合作 都得伤个心啊 现在土罩门的精英都走了 那边是地牢 跟我来 你不会还想着你师父回来救你吧 我看啊 他不知道在哪老姑娘快活呢 不准你这样说师父 我师父不是这样的人 你还真别不信 这都是哥哥我的前车之鉴 当年我老头不就是这样 一天没事就喝花酒泡溶 我看那师父也是这个货子 要是当年我家老头 把这个心思放在修炼上 家族就不会遭受恨过了 当师父来了 我一定告诉师父 你说他坏话 到时候师父一定饶不了你 你怎么又哭鼻子了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要不咱俩打个毒怎么样 就赌你师父 来不来救你 你想怎么个毒法 要是你师父不来救你 那你以后都得叫我一声好哥哥 要是你师父救你了 到时候把我一起救出去呗 我以后天天给你端茶地水 叫你一声姑奶奶 不管输赢 都是我赚的 叫你一声姑奶奶要怎么了 为了能呼吸自由的空气 你就等着 叫我姑奶奶吧 门主和一众长老 带着精英去了莲花坛 我可得把他给盯紧了 免得出什么岔子 门内还有大长老和二长老坐镇 能出什么岔子 就算玉藏风能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来我土罩门 很静些 师父 你来了 我就知道 师父你不会抛弃我 这段时间 你受苦了 怎么样 我说了师父要来救我的 你天不信 你说了 贤辈 不带你们这样玩的 刚才你们谈了什么 刚才我们打了个赌 师父 你把它一起带上吧 他以后要给我端茶地水 叫我姑奶奶 贤辈 我叫凡姐 一起带上我呗 我虽然没啥本事 但是我京东阵法 一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有点意思 这小子静兮兮的模样 倒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行吧 你跟我们一起走 多谢前辈 不过前辈最好还是抓住山公 让他来解开我的锁链 师父我手脚的锁链上 都有他布置的静置阵法 听用破镜之眼 能看到玄界以下所有阵法的声音 那个灵气汇聚之处 就是阵眼无疑了 嘿 区区静置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锁链上的阵法 哪怕是金丹镜后期修饰 也没办法强行破开 而江南的师父 不过真远镜大员吗 就能以剑气 强行破开禁制 他真的是真远镜修是吗 前辈好厉害 晚辈对前辈的敬意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废话少说 我们走 哥 你知道土上门的宝库在哪吧 前辈 我知道在哪里 前辈这么厉害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在他面前留个好印象 谁人都说 实时物者为俊杰 那哥们儿我 就是俊杰中的俊杰 我们身处土罩门核心地带 四处危险重重 采取他们宝库 我耐心节外生枝 好不容易来一趟 从不可能空手回去吧 现在土罩门精锐进出 哥 你就不想收点力气回来 那他们怎么办 我和土罩门 又没有你这么大的血海深仇 你自己看着办呗 本主带着诸位长老前去莲花坛 但是我心里 总有不踏实的感觉 大长老身谋远虑之下 能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我看大长老你多虑了 这个老狐狸心思可珍重 不过还好他没发现我的心思 就是可惜错过了这么好一个投奔大哥的机会 我接下来只有随机应变了 我总感觉好像遗漏了什么没考虑到 可能真是我多虑了吧 前辈 土罩门宝库就在前面了 大胆 竟敢闯我土罩门 有金灯禁修士 快去通知长老 不好 我们快过去 哥 消给你了 那我就先收点利息 别闲着 继续带路去宝库 真当我土罩门无人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打我土罩门的主意 真是找死 徐唐 好久不见 真不愧是大哥 他明面上在莲花坛 暗中却偷偷潜入了土罩门 我一会儿看准机会 先向法子宰了商工这个杂算 大师兄 打探到玉藏风的下落了 在哪儿 土罩门 玉藏风 你敢戏弄于我 这一次 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你怕吗 在师父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你是谁 老东西 洗干净你耳朵听好了 手握日月斋星辰 世间无他这一班人 金丹之下他无敌 金丹之上 一换一 前辈他正是 前辈 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呢 这小子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身上人讨厌不起来 要是他品性不换 倒是可以考虑 让他做我第三个徒弟 九剑山玉藏风 前辈就是 九剑山玉藏风 吓坏了吧 还不赶紧自裁在前辈面前 免得受苦 小崽子 一会儿我第一个就杀你 前辈我好怕怕 他凶我 你就是玉藏风 来了正好 全都留下吧 想留下我们 也得看你的本事了 成功 你的对手可是我 不急 一个一个来 这老杂碎还想动手 一会儿我给你来个惊喜 哥 你一对二 没问题吧 想事一桩 太好 凡剑 带路 守守 要看我答不答应 二长老 我来对付玉藏风 叛徒菊堂交给你了 好 大哥 我来助你宰了他 将棍 你竟敢背叛徒兆们 当年要不是刑事所迫 鬼才愿意当你的破长老 我从来没有忘记 大哥对我的恩情 你心意大哥知道了 今天我们两兄弟联手 给你嫂子报仇 你们这样就问曹胜券了 别忘了 你们是在我大阵里 一个垃圾阵法 就是什么好嘚瑟 让我一剑破了它 不可能 你怎么做到的 他们一行人状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玉藏风 没想到此次见到造诣 如此恐怖 宽你毛氏 哥们我有破镜之眼 破个阵法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哥 他就交给你报仇了 我先去弄点好东西 你先去 这边交给我 大哥 我们一起上 好 你们自行离去 我不出戒 出戒又怎样 大家别怕 他就是个真元净的小子 我们一起上 上 真是好话劝不住该死的鬼 我不出戒 是因为 你们不配让我出戒 好恐怖的剑意 大家快撤 它不是我们能招惹得起的存在 现在才想走 管了 不大 不大 不 贤辈 宝库大门上有阵法 要破开没这么容易 不安 这里 就是大门阵法的核心点了吧 我们走 我的妈呀 贤辈到底是个什么神人 不管什么阵法 在他手底下就是一件的事 也请听我家老头说过 有些剑道造一身的前辈 可以一剑破万法 前辈应该就是这样的大老吧 虽然大多都是黄街品街的材料 但是也不乏一些好东西 没想到这一趟 还能收获五星灵气 现在五星灵气极齐了 接下来 可以突破到天道金丹境 强烈瑶的修剑上没什么天赋 或许 可以让他试试土星法术 半剑 你有想过以后的打算吗 呃 我的亲人都死在土罩门手里 也没个去处 就希望 能留在前辈身边 那好 我借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奇才 受你作为我弟子 可有意见 啊 弟子凡剑 拜见师父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第三个徒弟 石渝已经隐藏好了吧 嗯 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变动 它随时都用出手 那就好 也不知道掌门那边顺不顺利了 掌门实力远不是一盘人能比得上的 它绝对没问题 你这么关心掌门 不会是对掌门有意思吧 啊 哪有啊 那你得下把劲了 小心竞争对手啊 掌门这种天之骄子 怎么会看上那种浪道女人 啊 他们来了 要不是为了文尔 根本不会自将身份和这些人接触 我来了 文尔在哪儿 当然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图掌门虽然比不上一流宗门 但是底蕴 也不是如今的我们能比得上的 想要你们掌门主 江兰呢 原来他叫江兰 等文尔回到图掌门后 他自然也会交还给你们九剑山 那就是没得了咯 没得了那就别聊了 玉藏风和菊塘呢 找他们来和我谈 你们还不够格 菊前辈的去处 我们怎么知道 他又不是我们九剑山的人 至于掌门在哪儿 和你有关系吗 文尔不在 郑主也不在 我的确没什么好谈的 我倒是要看看 杀光了九剑山的人 他与藏风还能不能沉得住气 给我杀 除了他们俩 其他人都不用留 可真看得起我九剑山 来的都是真元境中戏以上的境界 这不是我们有后手 那算是着了你的道了 龚月雨 好久不见 你怎么还活着 你都没死 我又怎么可以死 现在要是给王伟和沈宗传言 有被龚月雨发现的风险 大哥还没现身 这该如何是好啊 要不 我们再观望观望 大哥现身再说 不愧是你 竟然想一会儿给龚月雨背后捅到 我们一起上 想给龚月雨来个狠的 好兄弟 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 你动手 就马上护着小妹周全 一会儿 看我隐色显示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是你二师姐 至于大师姐 等会儿再带你认识 二师姐 你得叫我姑奶奶 师姐 咱们都是同门了 赌约 还用较真吗 一马归一马 你得愿赌服输 好了 以后你们都是同门 开玩笑差不多就行了 嗯 我听师父的 你过来 叫我 有悄悄话 对我说 师姐 有什么吩咐 师弟乖 以后师姐照着你 哈哈哈哈 师姐 你过分了啊 不会吧 他俩 都是杰丹镜 后期以上修为 还拿不下一个杰丹镜 中期修身 商工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十分精通正法 虽然不敌他们二人 但是一时半会儿落败 是不可能的 我看他应该是打着 拖延时间的打算 等龚越宇赶回来 你带着江岚 去山脚引力 深情气息 有没有问题 师父 我擅长阵法 骗过商工那种 阵法高手不可能 但是一般的真元净 修是没问题 带你世界走 不止他周全 我现在应对他们两人 已经十分艰难 再加一个玉藏风 我要怎么办 哥 不过就是个阵法 过起来有这么难吗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是个怪胎 你该说是天才 这位是 玉藏门 我是江贵 我们先一起 宰了商工再说 叶城 江道友 哥 你俩看看 我这是破这个阵法的 你也看到了 现在仇家可不少 有什么意愿 就凭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 还想杀我 坚持让我笑掉大牙了 那门主带着门内精锐回来 就是你们的死器 要是你现在自残 我可以做主 不上你土罩门普通弟子的命 这些普通弟子 我土罩门想要多少就收多少 你想杀 随你杀 不愧是土罩门大长老 和土罩门弟子的感情之深 可真让我感动 少和他废话 破了他阵法 上宫就插翅难逃 玉藏门 我们一起上 就凭你们想破解我的阵法 做梦 这个阵法乃是皇间极品阵法 杰丹净修士想应过是没这么容易的 希望在灵石耗尽之前 门主他们能赶回来 这个阵法 果然有点东西 小子 你还嫩了点 一起出手吧 三阳剑决 破地势 土龙银 然后 给我 月儿给我撑住 你撑不住了 闪 你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电影 阵法也有他独到之处 上宫凭着这一个阵法 竟拖住我这么久 大哥 你来杀他 等等 我有话说 你不过将死之人 有什么好说的 菊唐 唐点之事 使我对不起你 死在你手里 我无话可说 玉藏风 此人 是玄剑门 点名药之人 你和他搅在一起 玄剑门 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拿下他 我可以帮你在玄剑门求情 以你的实力 在玄剑门 能有更好的发展 大哥 别闹 你知道我和他什么关系吗 他是我哥 你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或是脑残是啥 哥 你赶紧弄死他 看着他闹性 你当年欠下的债 我今日收了 等再过几时 我让龚月雨下来陪你 古兆门弟子自行赞去 可留得一条性命 从今天起 古兆门 没了 哥 这边的事情差不多 我去接我弟子 咱们赶紧去莲花丹 那边脱酒了 我有点没放心 我们走 师姐 你说师父能打得过山公吗 师父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山公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永宁州这么大 比师父厉害的人肯定还有很多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更知道 师父让我有了家 所以我要苦脸修行 杀尽以后在师父面前的拦路石 师姐 修仙戒可不是打打杀杀 是人情事故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杀心这么重 梵剑 你还挺懂的嘛 弟子见过师父 我先送你们回去 你们师姐再等着 师父 莲花丹我也要去 师姐 我们实力低微 序勒只会给师父添麻烦 一切还是凭师父安排 最为妥当 辞子的性质文化 好好培养一下 之后 也可以作为管理九千山的人才 师父 你回来了 师妹也回来了 师父 她是谁 我是师父新兽的弟子 师弟凡剑 见过大师姐 师妹你没事太好了 师姐没保护好你 是师姐的错 对方是杰单净强者 将来不怪师姐 你们先安顿好自己 为师先去莲花坛了 弟子恭送师父 师父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师姐 师父遇见可日行千里 如今已经在三十里外 听不见你的声音 就你话多 我作为弟子担忧师父不行啊 要不是我们资深实力低位 否则也要陪伴在师父左右 上前杀敌 二位师姐 要是真想去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师父不让我们前去莲花坛 要是师父知道了 肯定免不了一顿责骂 师父不让我们去 无非是我们实力低微 难有自保之力 若我们有自保的能力 还能帮上师父的忙 哪怕师父知道了 也不会过多责怪的 你有什么办法 实不相瞒 师弟对阵法一道略懂 只需师弟我 制作一个藏匿身形气息的阵盘随身携带 要是只在战场边缘 相信不会有人会发现我们的 那还等什么 我们抓紧时间 等你干好了 师姐伤你几个地瓜 动手 不是先观察观察 等大哥现身再说吗 算了 不管了 志聪 你什么意思 不是一起上吧 我的意思是我们先保护小妹 你没有看到我一直在跟你识颜色 你们竟敢背叛图罩门 好好好 你们都背叛图罩门 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大哥 哥 这三户宝也是你留的后手 他们三人自小如此 小贵 你也背叛我了 大长老怎么了 还能怎样 还能怎样 死了呗 你身边全是凡骨仔 我看你还能怎样和我斗 龚月瑜 你还是早些投降吧 你们真当我大势已去 我图罩门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了 杀 杀出一条血路 是 是 一块趁着本被弟子重杀的时候 我想办法抽身离开 我的青山在不成为产生 我总有独身在其的时候 这块剑剑 欲剑飞行 莫非来的是玄剑门的人 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这人在这个轮头现实 我怕来成不善 敢问道友来自何处 玄剑门 林平部 这下有些不妙了 哥 林平部很厉害 林平部是玄剑门200年来的天才弟子 如今已经是无限接近原音镜的剑袖 十分厉害 马爷 玄剑门还真看得起我 居然派了个半部原音过来 要不我一会儿偷溜 要是我走了他们可就完了 我得想个办法 林平局糟糕透了 那没辙了 哥 咱们玩命吧 真原敬悟出剑随心转境界的建议 我明白王长老为什么要你回玄剑门了 你跟我走 我不杀他们 林师兄 居藏风狡诈 不能留此大患哪 你再教我做事 赵门的问题 我下来再找你喝茶 看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的心思 被玄剑门发现了 这人虽然还没误出剑意 但是能用瞳孔里发出剑气 所以说明他的恐怖 我先来 你们跟上 如此精妙的剑意 从你手中用出来 真是浪费 若这就是你的实力 那你今日必死无疑 那你再试试 如今局势复杂 我同朝们该如何选择一次生机呀 玄剑门来人 从他刚才的语气来看 应该是察觉到了我同朝们的小心思 不过现在并未怪罪过我 那事情还有传奇 如今最大的麻烦 就是对方的金丹精修饰比稳多 不过要连屏步这位万部元鹰的大老才 他们都是渣渣 所以 无事在我 前辈 我土照们又为玄剑门捉拿玉藏风 略尽绵薄之力 滚 好嘞 小的这就滚 绝对不打扰前辈 刚才感觉到这个方向有营气波动 应该是有人起了冲突 先过去看看再说 是玄剑 是玉藏风 玉藏风 你当日系少于我 我要你为当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是 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差距 以真人精致力 迎战半个原因 还是有几致力 我的战斗力只有六千 那他起码有一万以上 玉藏风 速雷和我一战 少星河 这个疯子怎么来了 不就骗了他一次 这货子追过来 趁着小心眼 来了也好 或许还有转机 你要我 这位天舞阁高手也要我 我要跟谁走啊 不如这样 你俩先打 别管我 谁赢了我跟谁走 玉藏风是王长老指明了要我带回去 你如此这般让我很难做事啊 天舞阁 也有原因进修审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 滚 不滚就死 好 那我就要来领教一下 天舞阁的高招了 冷皇上 目前局势这么复杂 恐怕对我们有点不利 少星河这个人强横 但是他的眼里 只有掌门 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所以我们只需要安心对付土少门 和玄奸门的人就行了 那掌门不是危险了 少星河可是金丹静后期境界 不行 我得去帮掌门 我看你是关心则乱 你没看到掌门都是一脸探听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的是 怎么对付玄奸门这个大高手 这也是个麻烦呢 也不知道 局前辈能不能应对 放心 局前辈也是金丹静后期境界 哪怕对付是半步原因高手 赢不了 但自保有余 并且我方有你在内的 五个金丹静高手 而土罩门 只有公月与一个人 所以优势在我 你们看 师父在那儿 大师姐 您可小点声 要是被发现了 那就完了 师妹 你说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才能帮助师父 师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要是我实力够 现在已经在举剑杀蝶了 师姐 咱们先不急 这样的场面 我们是插不上手的 所以 我们只能等待时机 你刚入门肯定不急 你要是不上我自己上了 就算要死 我也得死在师父身边 师姐 虽然我入门晚 但是师父对我有大恩 真图报的道理 师弟我不可能不懂 这是我多做的一个阵盘 里面有个杀阵 这个阵盘能杀杰丹静修士 不能 只能震杀真图静修士 那有什么用 总有帮上师父的时候的 虽然目前我们杰丹静修士多 但是顶尖战力还是太少了 要是没绍兴和这脚是不敢 我和巨头 还能连手对付这半部原因 现在 只有先想法子突破到天道杰丹静修 绍兴和虽然实力强好 但是好在脑子不是太好事 少兄 先前欺瞒于你是我的不对 玉某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玉某也愿意与你酣畅淋漓大战一场 不过有林平步这个脚屎棍 难免打搅了你我雅兴 不如 你我联手把他给收拾了 那我便会会天武阁高徒 玉某先进 翻云掌 林平步 别忘了还有我 三阳剑决 破兴事 玉藏风 一会儿我第一个先废了你 少兄 我好怕怕呀 他要废了我 那你我切磋可就泡汤了 也得看他的本事了 这俩过动了真火 一会儿我找几个保证 先偷偷的禁止再说 林前辈 我来助你 龚月瑜 当年的债 今日就一并偿还了吗 你娶他 你 找死 哼 当年你如何意气风放 现在就沦为玄剑门的一条狗 真是可怜 最好可是玄剑门 永宁州的霸主 那又怎样 依旧只是一条狗 玉藏风这个小子 真值得你下这么大的赌注吗 值不值得都不重要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不过我相信玉藏风 迟早会成为让永宁州颤抖的存在 就凭他 吃吃吃 一天就知道吃 师父他们这么危险你还在吃 拜托师姐 我就一针云剑小虾面 这种场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师弟 你如果能帮上师父 我的地瓜给你吃 你要是帮不上师父 你就别怪师姐在师父那儿 给你穿小鞋 哼哼 我天啊 大地啊 我凡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 会摊上这两个师姐 二位师姐 师弟也不是没有办法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你再磨磨唧唧 信不信师姐揍你 是是是 师弟想到一个阵法 名为困灵阵 只需布置几个阵也就能发动 莲花坛灵气充沛 用困灵阵最适合不过了 到时候师弟操纵阵法 就能影响到阵法之内的修饰的法觉 不过师弟需要二位师姐为我护法 那我们不是可以帮上师父了 师姐 我修为有限 物质的困灵阵 顶多只能影响到真元晋修饰 师父那一边咱们是插不上什么忙的 已经足够了 师姐 我已经迫不及待上阵杀笛了 如今大局已定 剩下的就看玉藏风那边能不能拖住灵平布 为我们争取时间了 而公月雨就交给大哥去对付了 大哥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 他们三怎么跑过来 这种场合凭着他们的实力简直就是送死 怕了 见他们应该是有所打算 我时刻关注即可 玉藏风 你欠我一个人情 少兄 林平布不是咱俩的对手 干脆咱俩给他来几狠的 一次性解决算了 好 那就给他来个狠的 就凭你们也想对付我 知情说笑 你感觉不见 玉藏风的攻击怎么还未到 少兄 麻烦你了 我一会儿定给你个说法 玉藏风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玉藏风这个小滑头 也只有你才会愚蠢到被他当枪使 真是可笑 少说 再来 少兄和秦始 一时傍晚不会有人拿着我逃过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体力进来 已经被我小名气塞满了 没想到不过刚刚开始 就已经这么势力 这么大的动静 他是要干什么 看他的气息 似乎要突破结丹镜 没想到我个紧接结丹镜 就能引下雷镜 真不愧是 玉藏风 我真愿紧就这么厉害 紧接到结丹镜后 那我岂不是什么为他宰杀的玩意 常人中只有真正的天桥 从紧接结丹镜的开始 每紧接一个大紧接都会引下雷镜 没想到这个小男人 竟然有如此天资 真让我意外 师姐们 你们快跑啊 一会儿他们就追上来了 师弟 你是真元镜修士 你快来挡住他 你们快走 我来拦住他 对方是真元镜后期修士 你一个宁气镜修士 不是找死吗 区区蝼蚁 别敢在我面前放肆 真是要了我的老命 他被困住了 师妹 我们上 好 你以为区区阵法 就能困住啊 我的祖宗 这个阵法困不了他多久 完了 要是他们死在这里 师父肯定不会放过我 去区蝼蚁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多谢前辈 这里太危险 不是你们能插手的 你们若不是那个小男人的地区 我才懒得管你死 晚辈只是想帮上师父 师父有难 晚辈虽说实力低微 但也想为师父跃进绵薄之力 前辈 晚辈有一阵法 名为困灵阵 此阵可控制阵法范围内的灵气变化 虽说无法影响到 结丹镜以上的修士 但是替师尊阻挡那些 萧小之辈一二 并无问题 玉藏风本身就是妖灭 但没想到 他的弟子也各有所长 玉掌门在突破境界关键时候 不能受外界打扰 如此也好 那我便帮你们顾法 多谢前辈 有个节奔进修制作保镖 那哥们儿欧想死都难 如此天则引起天度 使天道都要不惜将下雷杰武去他的存在 这样的人一大为敌 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必须要将其卧杀 图掌门弟子听令 无计代价都要阻拦玉藏风突破境界 是 九剑山弟子听令 替掌门护法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这巨狗砸碎 靠起掌门半步 掌门在此时突破境界 也不知对我九剑山来说 是好是坏 阿彩 咱们别想这么多 掌门一定能二人通过的 来吧 天解又如何 早风的剑一样不止你 三阳剑绝 我天使 没想到仅仅是一道雷杰 这场有点顶不住 好还好 我还能才知道雷霆之力正在助我 剩体内的五星之力 转化为精彩的五星雷霓 宿主经历一道雷杰 还剩余两道雷杰 传门中天交只需要经历一道雷杰 就能进阶结单进 没想到玉藏风经历的这么轻松 不对 还不止一道雷杰 怎么可能 没想到 玉藏风天赐竟然卓越到这种地步 和这样的人交少 真让人热血沸腾 真正的天交又如何 我手心合 哪怕天赐不如他 但日后成就 未必也不如他 不就渡个急 就让某些人心里不爽 看来太帅 也是一种罪过 自爆 统统给我自爆 藏风不能活下去 是门口 九千山的 给我丢上去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们靠近门 图障门已经彻底性凌风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想自爆 我让你放个闷屁 这 怎么可能 自爆怎么会没成功 没想到他们还是来 虽不是我意义 但 算有心 龚月瑜 还有什么招式 尽管使出来 修饰自爆 是通过自身灵力 引起天地灵气共鸣 而产生巨大威力 没想到 就这样被一个真元镜 小分给化解了 没想到九剑山 还有精通阵法 虽说境界太低 但始终是个麻烦 这一道雷尽 这一道雷队必然要死 否则就飞死了 封锡素竹渡过第二道雷尖 系统猪素竹化解雷电之力 修复肉体伤势 伤势恢复百分之八十五 恢复百分之八十五的伤势吗 已经足够了 虽然没成功进阶到天道前进 但是我能感觉到 现在的实力 比特殊之间更强大 本以为凭借土掌门中死时的自暴 能让玉藏风死在雷尖之下 没想到竟然被凡净给废了 玉藏风第二道雷尖以后 天上雷云未散 我看他无论如何都度过这第三道雷尖 是吗 我见他神色自若 度过这道雷尖也不成问题 玉藏风啊玉藏风 你千辛万苦地突破这结丹井又怎么样 今日你必须落到我玄剑门手里 我看你还能狂妄多久 玉藏风 你和我玄剑门为敌 那便只能落得这一下场 觅水剑 雷杰之小 伟家灵品不出手偷袭 玉藏风是定义 高枪三秋千 双风七尺深 自是神仙 长明 斩青尘 玉藏风 我刚突破结丹井 在我一剑之下 不死也重伤 珍惜 时间太仓促 师父想要抵挡这一剑 时间完全不够 这个杀阵 我最多只能为师父争取问及时间 你力之光 也敢和日月正辉 师父 你一定要成功了 我不会让你说 玉藏风 给我死 怎么可能 我刚间接结丹井 怎么可能过掉我的溺水剑 你不懂 有些事情 是看天分 哥们我有外挂 你有吗 林平步 你口口声声需要杀我 就算我真让你杀 你家王长老能答应吗 真当我玄建门好欺辱不成 张嘴闭嘴就是玄建门 坑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还没断奶啊 玉藏风 你找死 恭喜宿主 突破天道结丹井 请宿主选择逆天改命 老李飞剑虽然对我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我现在的攻击 在同镜中虽谈不上无敌 但是也是数一数二的 只能算挤得上天花 一面小度 甚至对我来说也算不错 毕竟刚才渡劫的时候 可是差点要我的老命 再说我现在无限难 这面小顿对我来说是比较实用的 至于鬼手通天 这玩意儿就一击累 压根不考虑了 恭喜宿主 获得一面小顿 成长性逆天改命 因宿主 是目前世界第一个突破天道结丹井 请宿主选择以下奖励 画龙剑虽然不错 是地阶法宝 但是这个 我完全可以用返还奖励来获得 龙拳剑虽然是玄阶法器 但是对我目前来说 已经足够用了 倒是诸仙剑阵 这个奖励是真给力 攻防一体 并且剑阵 也是目前修真界 能越阶对敌的手段之一 不考虑了 救他 恭喜宿主 学习仲先剑阵 现在哥们成功 突破了天道结丹井 就先拿你灵屏步来试试手 要好看看 我自己现在的实力 相当于什么水平 三分成功进阶结丹井 这样一来 哪怕是灵屏步 可能也讨不了什么好 必须要找条后 不然真舍在这儿 如今我土罩门的生死 危难时刻来了 土罩门弟子 同我一同杀出去 我等事 事与土罩门共进退 龚月瑜 九五在这里 你认为你逃得了吗 哼 我不是你对手 可我想走 也休想留下我 我看这老杂子想跑 咱们一会儿给他来个狠的 干脆 他定眼来一下 抱他酸爽 还是选送你小子阴险 不过我喜欢 小不是为了能让大哥亲手报仇 不然我早就想再来龚月瑜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去谈 我还没完 你是为了你逃得掉吗 那青山再不准你缠手 只要我还活着 凭我切丹净后期的势力 有宇宙还没有一个容身之地啊 你想走 问过我们几个兄弟了没 你们 我带你们不保 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 其实你我百年恩怨两清了 啊 龚月瑜金丹一回 魂神经脉被废 这么重的伤已经活不久了 师弟 你是好用的 师父已经成功突破了 师弟 你一定要挺住 师父一定会治好你的伤势的 师弟你一定要好起来 等你好了 我把我的地瓜都分给你吃 大师姐 你的地瓜 一点都不好吃 师弟 你可不能吃 他没事 只是受的伤势不轻 过段日子就能恢复过来 你没事怎么不早说 害我这么担心 四天 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你既然来了 今天就别想走 你以为进阶结丹境 就能与我抗衡了 半步原因的厉害 你根本不懂 半步原因也没多厉害嘛 你怎么会如此轻松应接我一件 我的厉害 你也不懂 玉藏风 你真是让我惊喜 我再不用全力 真得死在你手里 气力 不对 还不是建议 他攻防的配合下 威力比剑一差不了多少 我这一剑 方长老也不敢应接 给我死 你这一剑太花哨了 接下来 就是你的死期 剑阵 你这是 什么剑阵 你以为凭着剑阵就能杀了我 你不去帮玉藏风 选剑门欠他的债 只能用写才写的感情 你又为什么不去帮他 哼 麻烦 我只想亲自战胜玉藏风 其他的 压根不感兴趣 不过玉藏风刚进节节的安琴 让我有点担心 他能否战胜宁品 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肯定还有护招 你说的没错 诸仙剑阵 起 该死 营名竞技不如我 偏偏各种手段乘出不久 可恶 进了我的剑阵还想跑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欲藏风 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神神力气吧 我不但要杀你 三年后 我还要杀上玄剑门 砍掉王长老的脑袋 我修行两百载 眼看只要见金元英镜 却死在你手里 我不甘心 林平部就这么死了 徐桑峰依靠这个剑阵 堪称元英镜下无敌 或许他还能和元英修饰抗衡 少兄 我处境危急 屡屡把你陷于险境 实在没有办法 还请你多多包涵 少兴河呀少兴河 你这个小子实力很厉害 可是脑袋不怎么好用 看小妖我再怎么护腰你 无碍 你只需要和我打一场 好 不过 我希望不是现在 你什么意思 我想要能和你有个三年之约 三年后 永宁州宗门大比 我与你在大比 安唱淋漓地战一场 我不需要等三年 就现在和你打一场 今日我刚以进阶 结单境的修为 斩杀半部元英 这世纪 日后必定传遍永宁州 三年后 你将在天下修士面前 与我一战 然后打败我 证明你远比我强 这是怎样的荣耀 又是怎样的景象 但 虚草风这小子 比起失礼 他的嘴更是夸张 小兄 你真的一点心都不动 好 我与你 便来个三年之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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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亿不愧是玄剑门的天才 不过才过去几日 剑法已经更上一个台阶 长老 没看到本座正指导弟子修行 退下 喜病长老 大事不好了 林师兄的命魂灯废了 啊 他欲藏风 这是真远镜 而林师兄是半部元英高手 他怎么会死在欲藏风手里 千亿 继续练剑 师父 我要给师兄报仇 给威师马上站住 你打算一个人去送死吗 林平步已经死了 这说明对方至少也有半部元英修士 何况 目前在土罩门 还有谁能拦得住欲藏风 再者说 欲藏风不去雷泽 在土罩门等你 难道在师父眼里 师兄就白死了 我玄剑门的人 岂是这么好杀的 雷泽那群人 只要有灵石转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五百万灵石足够让他们心动了 千万不要忘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好好修炼 争取在三年后的宗门大笔上 大放异彩 师父我错了 去 继续练剑 宗门大笔之时 便是天吴阁与真元宫复灭之日 不必这么紧张 是玄剑门的飞剑传书 你们看看 玄剑门王长老 叫我们截杀九剑山之人 然后捉拿欲藏风送回去 为了一个欲藏风 玄剑门竟愿意出五百万灵石 王主 我这就带人去把他捉来 从信中所看 可以揣摩出玄剑门另有所图 我们和玄剑门只有妖丹的利益来往 实在不该掺入这个漩涡中 我欠玄剑门一个天大的人情不得不还 并且从信中看 他欲藏风不过真远景 即便我们不出手 他在雷泽中生存下去也十分不易 我默认老三去做 不过顺水推舟罢了 休养了一个月 弟子们的伤都差不多好了 我要到雷泽去了 你可不要太想念我 你快滚吧 可一天见到你就烦 你再不走 我身上的灵石可全都被你骗光了 哥 提前咱伤感情了 这个臭命者就只会勾引掌门 掌门 我们该出发了 等我再雷泽站稳脚跟了 一定要请你们过来做客 很少有这么大规模 从永宁周过来的人 他们一定是三灯家说的 久见山的人 等我确定了他们的落脚地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三灯家 又是大功一千 传闻中雷泽妖兽无数 以他们的实力很难自保 该给他们升级一波 顺便薅羊毛了 系统 我明明能传授给弟子系统奖励 你为什么不让 除了零食 传授弟子其他方面系统都是允许哦 宿主只要花一千万零食就能解锁这个功能 宿主在传授弟子系统奖励的时候 向系统支付零食就可以了呢 并且还可以一个月收吾两次哦 系统提醒宿主将系统奖励授予土地 系统返还的奖励减半 听你的意思 花零食就可以解锁系统其他关于传授弟子的限制 是的呢 不过下一次解锁功能 会是上一次需花费零食的十倍 从土招门那里搜刮了不少零食 加上之前系统奖励的零食 身上的零食一共有五千多万 但是这次用了一千万零食 下一次就要一亿 下一次就得十亿 系统真黑呀 请问宿主需要解锁相关功能吗 解锁 雷锁里有很多沼泽吗 适合住的地方太少了 雷锁的灵气如此充满 九剑山能很快增强试验 仅止一个月 江南的三阳剑法便已小成 凡剑精通阵法一到 就是不知道江月瑶的天赋在哪儿 掌门 我遇冷红盛 您弟子轮值看守 无论发生什么动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里发出预警 你们办事我放心 师姐 你在想什么呢 师妹天资卓越 所以师尊可以亲自教导她修行 师弟你精通阵法 也能为师门贡献力量 只有我是个废物 什么忙也帮不上 师姐没事的 师父她心里敞亮着呢 月瑶 我见你好像心情不好 有什么事情不开心 还是在怪觉师父 没有亲自指点你修行 师父 弟子从未有这样的想法 弟子只恨自己资质不佳 无法为师门贡献自己的力量 真是个温柔又懂事的人啊 别说话 努力熟悉化解体内的灵力 为师今日 传你百年修为 祝你成就真元境大圆满境界 这个光束 莫非将你遥以又隐藏体质 光系宿主 发现弟子隐藏体质 宿主是否传说良百年修为 同弟子江月阳 觉醒荒土灵体 荒土灵体 虽然不如江湾的先天道体 但也是万中无一的极致 幸好我没少缠着嘴堂 指令我修行土形法术 可以传到土葵树 嘿嘿嘿 你们知道一会儿 戏堂会给我什么奖励 真期待 好土地羊毛地快乐 谁能懂我 真是寂寞如雪啊 师父 弟子好像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你现在已经是真圆镜大圆满境界 刚才为师帮你激活了荒土灵体 这是个极为适合于修行土形法术的体质 现在传你土葵树 你尽心领悟 这就是土葵树吗 原来这么简单 师父 我现在感觉自己很强大 消行意图茫茫无期 你现在还早着呢 你一定要切记刻苦修行 别辱没了九剑山的威名 同时召唤五个土傀儡就是我的极限了 不过师父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哎 系统 玛丽如如来给我返还 宿主传授弟子百十年修为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发两倍暴击 获得三百年修为 宿主传授弟子土葵树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发万倍暴击 获得天阶土形法术 聚灵神 万倍暴击 天阶法术 天呐天呐天呐 因宿主帮弟子江灭谣 激活隐藏体质 荒土灵体 解锁逆天改命词条 净土道体 今天哥们是欧皇 看起来江灭谣是我的吉祥物 还得多好他的羊毛呢 也不知道能从将来身上 豹出多少羊毛 江灵你过来 为师有话要对你说 确定玉藏风行踪 我必须要第一时间通知三灯架 三灯架 玉藏风再聚此处三十里外 我等了一个多月 终于等到玉藏风了 正兰 雷则危险重重 你虽然天资卓越 但终究实力太低 所以为师打算助你修行 我太想把他们一次性提升到 邪丹镜 但是为了让他们未来成就天道邪丹 还是先忍忍吧 毕子多谢师父 为师传你百年功力 祝你成就真元境大圆满境界 再传你剑随心转剑意 为什么从师父手里使出来呢 会是这样的随先作业 这就是剑随心转了 师父如此大恩 以后我是师父手中的剑 为九剑杀 杀尽所有敌人 这么快能熟练掌握力量和剑意 将来的修行 为何可以放心了 系统有返还 宿主传授弟子百年修为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发五倍暴击 获得五百年修为 宿主传授弟子剑意 剑随异动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发千倍暴击 并宿主传授弟子系统奖励 返还奖励减半 千倍暴击才给返还剑随 心转大仗吗 太可惜了 不过 我现在结单境大圆满 如今的实力 也能护着九剑杀 在雷泽自保了 师父都帮师姐提升了实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轮到我 别羡慕 你的路和他们不一样 等我们在雷泽 有了安身之所后 我再来帮你提升实力 我就知道 师父不会偏心的 这边有天心 小的们 给我围了他们 把这群九剑杀的垃圾全杀了 跟我来的人都是结单境修士 玉藏风再厉害 也差池难逃 垃圾就是垃圾 垃圾就不配活在这世上 在下九剑杀玉藏风 我九剑杀出驻雷泽 若你不能给出 让玉某满意的答案 羞怪在下手中的剑无情 我是马阳帮三当家 你就是玉藏风 你自非修为跟我走 我让你的人 在临死前少受点罪 原来是玄剑门的走狗 那便不能善良了 没想到玄剑门的时候 能伸到雷泽 好 看来以后得更小心了 区区真元境 就敢在我面前放肆 玉藏风是个蠢货 他的徒左也是蠢货 你敢敢对师父无理 今日不杀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真元境 并不亲身见义 怪不得玄剑门 要抓着你们不放 不过我让你看看 解丹境强者的厉害 我们只想好多地活着 被迫离开永宁洲了 还不够吗 任何敌人 我都绝不放过 要怪就怪你们太弱 活下去的资格 对弱者来说只是奢望 江湾和江月龙 对新神力掌握得很快 只是现在 对上解丹境终其修饰 太勉强了 这女子真似不错 可以留他做玩物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上为师来对付他吧 你竟是 启月丹境大圆满 玄剑门是何居信 竟如此害我 被人当枪使还不自知 蠢惠歌 你杀了九千山这么多弟子 所以 尝命吧 杰丹境大圆满又如何 我这些兄弟全是杰丹境强者 未必不能联手杀你 分能架 咱们一起上 干掉玉藏风 除了女人 一个不留 这么多杰丹境修饰 我很害怕呢 但是我这里 有一百个杰丹境大圆满实力的土傀儡 你们害不害怕 掌门 已经是要出马羊帮的位置了 就在五十里外 安排下去 即刻出发马羊帮 战里平眼搜罗完毕 掌门请过目 掌门 我们出入雷泽 就与这里的势力交互 我担心有些不妥 因为马羊帮 是玄剑门走狗 不会放弃气势 针对九剑山 我刚到雷泽 九剑山一样 老气肉 虽然会让人期待 但是也会少很多麻烦 马羊帮有原因大了 为了获得安危 也不惜主动应战 怎么办 我越来越喜欢掌门了 帮主 大事不好了 三能家和一众 跟去截杀玉藏风的兄弟 魂灯破碎了 九剑山好大的狗胆 竟敢杀我马羊帮的人 马上召集弟兄 跟我去宰了九剑山的杂碎 帮主 玉藏风不过真原警 怎么有实力杀了老三啊 我认为 有其他势力暗中出手 我们这间早已约定 不互相出手 他们想让雷泽再次乱起来吗 别忘了 他快出事了 为此暗中提前铲除几个对手 也并无不可能 弩儿 你说的我都懂 只是 我一想到老三没了 心中实在不甘 我与老三跟着帮主近百年 老三死了我也难过 只是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所以 我们如今要严谨 以防偷袭 等他出事后 再伺机出手 你说的对 老三不会白死 这笔债 我迟早要向他们讨回来 此事以玉藏风而起 我怎么会放过他 师父 有我来打头战 我担心师妹一个人不好应对 我也去 我终于也能为九剑山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他已经这么沉不住气 这么快就动手了 我们先搞清楚情况 再做打算 真远镜就敢来吧 老邦 找死 既然来了 为何不自保家门 我乃九剑山弟子江月瑶 我们报仇来了 还是九剑山 身为蝼蚁而不自知 愚蠢 死 你说九剑山之人是蝼蚁 但本掌门看你 更像蝼蚁 这就是圆阴镜修饰的实力 也不是很强 本来你玉藏风是结丹镜大圆满境界 可在圆阴镜修饰眼里 你也是蝼蚁 圆阴镜很厉害吗 可是本掌门认为 我更厉害 厉害到你不信 哇 你对我出招试试 让你知道这圆阴镜的恐怖 可是我不想出剑 我怕杀了你 杀了我 我总和雷泽两百年 只有我杀人 没有人杀我 是你见识太少了 诸仙剑阵 请 你怎么可能 你都看到了 是他主动提的要求 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怎么可能 与小蚁镜有如此恐怖实力 剑门 你害我马羊帮 我愿献出马羊帮所有宝物 只求您能饶我一命 如果我杀了你 马羊帮的宝物不也是我的 我会帮助这个蠢货 为了五百万零食得罪你 我愿加入九剑山 帮助掌门对付玄剑门 哥们身家加起来几千万 在玄剑门眼里 就这五百万零食 也太看不起本掌门了 你们和玄剑门有联系 你若帮我传个消息 我可以饶你不死 这气息如此强大 马羊帮又出了原因进行事 马羊帮与玄剑门的通信 都靠飞剑传说 不知我要替玉掌门 传递什么消息 恕我重伤而死即可 虽说只包不住我 但也能争取成长不少时间 此人乃是杰丹禁高手 硕士放走 事后必成九剑山大帝 掌门心有大意 自不会作违背诺言之事 所以这件事 只能我来做 我已完成您的要求 那我 你走吧 我不杀你 倘若你日后还敢与我九剑山为敌 多谢玉掌门不杀之恩 日后小的看到九剑山弟子 必定退避 卑鄙小人 你 你不是说 不杀我 掌门说了不杀你 可我要杀你 会愿意替掌门 背负任何骂名 恩财 停手吧 把他扔出去 自生自灭 这一剑毁了他丹田 想在雷泽活下去也难了 把马羊帮之人全赶走 从今天起 这便是我九剑山的立足之地 马羊帮中 不法杰丹禁高手 会认为可以吸纳一部分 以壮大自身力量 九剑山只要忠心的弟子 至于提升你们的实力 在我看来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看来也得刷一波系统 给普通弟子提升实力了 三年后 我要回去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代表九剑山祖师 拜托各位了 是 是 人主 马羊帮高手尽死 我们抓紧时间 抢夺宝库 别被其他势力抢先了 没想到那些老狐狸也来了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对马羊帮别有目的 马帮主乃云英镜修士 正在此隐落 建议如此设立心 雷泽中从未有如此恐怖有的惊心 莫非对方从滑风中来的 在下遇丧风 马羊帮不开眼对我不利 所以他们帮主死了 诸位 也要对我不利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元英镜高手 不展露一下手腕 就剑山之后才的一则 寸无难行 徐区 另外加了千个杰丹镜大圆满实力的土魁 光一人 足以匹敌雷泽中任何事 此子古怪 我们先撤 杰丹镜并拥有诸多元英老怪的手段 他必定是华丰洲大宗门弟子 不可为敌 他若是败倒在我十六群下 我春香阁必定横扫雷泽 华丰洲实力比雷泽强胜数倍 事后也能通过他在华丰洲立足 唉 费了这么大功夫 他们终于走了 道友请留步 在下春香楼楼主崔若霖 拜见道友 不知道友出自何方邪门 九剑山 这女人是原英镜修士 能结交一番 对九剑山有好处 九剑山 华丰洲有叫这个名字的宗门 或许是某个影视先门了 我见道友厉害 故此友谊结交 原来是新朋友 来来来来 到我房间谈谈心 果然天下男人都一样 什么 只是谈心啊 你想怎么样 探讨道法总可以吧 当然行 又是一个勾引掌门的浪道女人 我一定不能让她抢走掌门 道友 你看我美吗 好家伙 他明摆勾引我犯罪 哪个男人受得了诱惑 道友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真要我随便 那随便起来不是人 道友误会了 我只想与道友探讨道法罢了 简直胡扯 又躺床上和男人探讨道法的 既然姑娘要探讨道法 那么请问姑娘 我与天道有必然的联系吗 修道有没有尽头 踏上修行路后 是我选择了天道 还是天道选择了我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很确定这人不正常 让他迷上我 别另想办法 道友的问题太过深奥 我修为尚浅 实在不值 与其在这儿与道友谈心 若林更想道友来我春香楼做客 哼 等你来到春香楼 拿捏你死死的 修饰也是人 自然逃不了七情六欲 春香楼 是什么地方 春香楼是个所有男人都爱去的地方 楼里无数角色美女 总有道友喜欢的 我说这女人这么浪 原来是风月场所老板 如果我喜欢道友呢 我与道友不过初识 道友说笑了 道友若真喜欢若林 不如多来寻我 叶医生 道友请早些回去吧 房里有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我很容易犯错的哦 预检中有春香楼的位置 若林随时恭候道友光临 哎呀 这该死的颜值 她肯定贪图我的美色 如果帅也是一种罪 那我罪可赦 欲藏会会神秘 让我捉摸不透 不过与她交好 对我把礼物也看了 嗯 江南和江月瑶都已经提升实力 是时候在凡剑身上好仰慕啊 师父 您招弟子过来有何吩咐 您入我门下已有些时日 这几日 为师一直在考虑如何指点你休息 你精通阵法 所以 为师决定先传你诸仙剑阵 弟子多谢师父 终于轮到我 我可以变得更强了 我就说嘛 师父对弟子同步藏私 诸仙剑阵 需要用剑才能布置 为师 再传你为师的龙拳剑 师父对我如此重视 竟把随身配件也赐给我了 弟子明白师父正义了 弟子对师父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弟子对师父 哎呀 好了好了 少拼嘴 努力修行 九剑山的未来 是你们呢 是 弟子定不会让师父失望 系统 快 给我反馆 作主传授弟子 诸仙剑阵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反还 恭喜宿主 速发五千倍暴击 因宿主 传授弟子系统奖励 扣出一千万灵石 恭喜宿主 获得正法正义 宿主传授弟子 极品灵器 龙拳剑 符合条件 开启万倍反还 恭喜宿主 获得两千倍暴击 因宿主 传授弟子系统奖励 扣出一千万灵石 恭喜宿主 获得极品法宝 龙渊剑 极品法宝 鸳渊剑 看着骑行 我不想接近先行 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我这么漂亮 他难道一点都不心动 灵造风出自滑风筝 身上肯定有很多命 是不能和他有些关系 我必能各上感动 但是他好英俊 我好想吃了他 哎呀 我在想什么呀 好害羞啊 我是半步原鹰 你们这些货色 也配陪我 让你们楼主来 春香楼开门接客 楼里的姑娘 自然要服侍好客人 若是楼主你来陪我 我自然不会闹事 规矩我懂 零食丹药我不缺的 来者是客 可周围客人想在春香楼闹事 别怪本作无情 楼主 又有人来求见你 我倒是想看看 还有谁敢找春香楼的麻烦 你好像不欢迎我 那我走 原来是郁道友来了 可让若林等了好久呢 那个男的是谁啊 从来没有见过楼主 对男人这么好 他也不过节单静 难道 是楼主在外面养的小白脸 这群女子只会嘴碎 我非撕烂他们的嘴不可 道友 不如你我去楼外逛吧 野诚 正好 路上我也请教你些事 我在雷泽 人生地不少 多个朋友 方便许多 你们春香楼不是开门见客吗 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让我进楼 却赔这个小白脸 信不信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们春香楼炼丹 炼丹师在雷泽地位超然不假 你一个被丹房赶出来的废物 赶紧滚 神党园炼丹师只会炼丹 而不善战斗 可与人战斗 也是我的爱好 还想对我动手 从马羊帮手里 接过不少腰丹 而腰丹又是炼制丹药的 主要材料 有个炼丹师正好 不过 看他脑子不大好使 别用你的爱好 来挑战别人生存的本事 让他进楼 全场消费我买单 这么一来 我算是救下他了 既然道友为他求情 我便放过他了 你在春香楼等人接你 你若敢提前走 宰了你 是 我一定提前辈安排 你救下黄生 是为了把他收为启用吧 知人善用 总有他发光发热之处 雷泽天才地宝众多 可丹药的确实在稀缺 目前也只有在丹房购买 你收下黄生 的确对日后行动方便许多 赛雷泽卖丹药 还是挣灵石的买单 逼黄生给我炼丹 然后给九剑山所有人 通过系统刷丹药 灵石不是大把大把的来 你很缺灵石吗 玉藏轰出自华风舟 饮饰宗门 既还缺灵石 难道他修行的功法 需大量灵石购买 天才地宝辅助 没办法 我手下有一大帮人要养 道友若真缺灵石 可来我春香楼 即便我有这心 也并非这块料呀 拜托大姐 你春香楼做什么生意的 心里没点数 无碍 春香楼时常有女修士前来 打住 我今日前来 主要想请教 如何获取五行灵器 我奉劝道友 不要打五行灵器的助理 雷泽中有五大禁 赤炎之玉有六维果壶 其寒之地有寒蟹 醉花灵镜有树妖 阁沙之玉有山灰 晶晶之玉有血今湿 而禁地中五行妖兽体内有灵器碎片 世间所有的五行灵器皆是用灵器碎片合成 虽说是禁地 可若是小星星 也不至于如此避之若美吧 禁地中有大妖兽作证 即便是我遇见了也得暂避锋芒 雷泽修士每次去禁地猎杀五行妖兽 活着离开的实不存一 五大禁地这么危险 之后带徒弟去的时候 得早做准备 先想办法支开他 他正看着我 是不是对我一见亲心 大友 你看现在荒郊野外的 又没有什么人 是不是适合那个呀 亲在这种时候 若是他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不过初识 会不会太急了 若林认为还是在房中合适 我就想把上厕所的理由支开他 和咱们刚认识有啥关系 不急不急 我认为时机刚刚好 既然你新成 那若林便依你了 那好 你往前面走一点 不用了 这挺好的 我有经验 你经验比我丰富 你脱衣服干嘛 道友请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你不是要在这里 我只是尿急 想上个厕所 你再不走 我就直接脱了 我该你狗独终老 他三十五五五的 抓紧时间 不论转灵时 还是日后进行尖山发展 丹药都是目前紧缺的 是一个黄山 即便用墙 也必须把他带走 掌门传信 能有什么危险 我这不担心你们 掌门说什么了 掌门让我们收拾一间炼丹室 应该是找到炼丹师了 你 我记得从土掌门那儿 有一尊丹炉 快去宝库里搬出来 雷泽忠 但要是稀缺之物 掌门这么快做出安排 掌门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掌门真是越来越有魅力了 提到掌门他就犯话痴 方主 雷泽忠新来了个九剑山 听说对方还和春香楼接触上了 我丹房以丹药控制雷泽诸多势力 九剑山若敢不服丹房 不卖丹药给他便是 玉藏风境界不高 可一身本事 堪比原因大呢 方主也不想埋下这个隐患吧 你在教我做事 丹阳阁与丹荒同盟近百年 我岂敢做出不尊方主之事 只是不得不防啊 谅你也不敢 不过你说的没错 先来的小家伙 是该敲打一番 九剑山不是想抱春香楼的大腿吗 你去通知崔若霖 我们一同去一趟九剑山 来来来 再陪皇爷喝两杯 有喝 皇爷全场消费 有人买单 你花我的零食很开心嘛 硕林帮你杀了他 免得你日后烦心 炼单师 日后再帮你介绍一位 千辈 临时千万别担心 我可以免费帮你炼单 跟我走 否则死 师父 您回来了 家传阵法 已被弟子刻录在御检中 只是有些阵法残缺 弟子也无法修复 拥有阵法争议 修复残破阵法不成问题 正好下个月刷系统抢力 这些阵法 为师修复起来也有些麻烦 给为师一个月时间吧 残破阵法如中 研究数百年也无法修复 师父经只需一个月 跟着师父修行阵法 我必定能更上一层楼 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前辈不知道会怎么对付我 应该不会杀了我吧 不管前辈提出什么要求 我先答应下来再做打算 师父 这能成吗 听师父的 就这样去做 皇生 咱们来算算账吧 什么账啊 晚辈记得从未得罪过前辈啊 你在春香楼花了我的零食 你对我出言不逊 让我心灵造成伤害 为了你 耽搁我不少时间 你说 怎么陪我 我要的也不多 一千万零食 咱们钱债两清 前辈 您再开玩笑吧 不如晚辈帮您炼制两炉丹药 此事便做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重新说 晚辈只是个被单房赶出来的废人 您老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晚辈一白见识 什么情况 你是否 还在为前途迷茫 你是否 赞了生存忧心 你是否深感自己是个废物 自从离开单房后 我受人唾麻 遭人排挤 我没想到前辈竟如此知晓我心中感受 还尽前辈指点 你面前还有一个选择 加入九剑山 我将助你成就无上单道 你可愿意 没想到前辈如此大量 愿意收留我 晚辈愿意 晚辈愿加入九剑山 为了前辈鞠躬进瘁死而好以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活着 好好炼制丹药 最后你会很辛苦的 要搞定一个不愧是我 欲藏风还不来拜见本座 你就是欲藏风 来行礼吧 这货谁啊 元喜是丹阳阁阁主 半步原因修为 丹阳阁阁主 很硬气嘛 本座的丹阁阁 乃是雷泽中最有潜力的势力 未来雷泽中的一流势力 你可知道 有丹坊这座靠山 雷泽谁敢不给我三分拨命 应该尚会有人找麻烦了 郑主还没出面 我先试着套他的话 啊 失敬失敬 元阁主来我九剑山 真是蓬蔽生辉 元阁主来死 应不是只为和我说这些吧 你九剑山走了狗屎运 入了丹坊的法眼 现在本座给你一个机会 做丹阳阁的附庸 你将会得到丹坊的庇佑 坊主 九剑山不过出入雷泽 何须房主亲自跑一趟 不如让若林代劳吧 单房间这么快盯上了九剑山 也不知玉藏风能不能应付 我想办法帮他一趟 有剑山虽说示弱 但玉藏风还是有几分本事 这样的人才 本房主自然要亲自见一面 玉藏风知去也罢了 若是不开眼 本座不吝啬略施小城 这蹄子平日自许千高 为一个小白脸竟敢跟本座动小心思 本座迟早办了你 对方来势汹汹 也不知道师父要怎么应付 我要是能帮上师父就好了 我们偷偷把他杀了 好主意 我们一会就动手 这女人竟暗杀半步原因 师父 您老快收了师姐们吧 我收不了了 师姐们 暗杀一位半步原因 咱们的实力太弱了 如果加上你 就应该没问题了 修仙界可不是打打杀杀 修仙界是人情事故 师姐们 再考虑一下 若是答应我 你在雷泽 也有了立足之本 当然 我也有条件 日后九剑山 无论灵石还是妖丹 每月供奉丹阳阁七城 原阁主的要求 有些太过苛刻 请说我不能答应 不过我倒有个提议 不如把七城 改成九城吧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供奉九城 九剑山本座宝了 哈哈哈哈 不不不 原阁主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每月供奉九剑山九城 之后你丹阳阁 我保了 不便让你长长记性 什么人惹得紧 什么人惹不起 让你先来 你便是这样对待小友的 方主 您来了 这就是御葬风 他刚才竟大放厥词 丝毫不把您放在眼里 小子 自诩有点本事 便不把我放在眼里 信不信本座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在雷泽活不下去 强龙不压地头蛇 现在还不是和他起冲突的时候 晚辈怎敢不把方主放在眼里 请进 最近 有个很有潜力的势力 听说有些活跃 本座先来一波捧杀 本座看理接不接得住 好家伙 立强竟是我自行 这也会有些蠢 相互过水东移 很有潜力的势力 说你呢 方主 低调低调 好 本座还听说 他想成为雷泽未来的一流势力 这对雷泽的平衡很不利啊 雷泽未来的一流势力 阁主 说的还是你啊 不错 正是在相 我就知道 方主心里最关心我了 闭嘴 本座说的不是你 不是原阁主 肯定说的是春香楼 避藏风也太阴损了 明摆着霍水东移 等此事后 看我不舒适 若灵不过女流之辈 怎敢有此想法 倒有此话有些过了 这小子尤言不尽 扒拉 本座便打开天窗说亮话 本座说的是你 初入雷泽 便灭了马阳帮 又震慑诸多猿鹰境修士 再任由你发展下去 本座心有不安哪 方主说笑了 这事不怪我呀 一切都为了生存 我只想本分地 带着手下的人 一直活下去 如此最好 本座给你一个机会 臣服我单防 日后本座保九剑山平安 我本不欲以致为敌 你却步步紧逼 不如我也向方主提个条件 听说雷泽中 丹药都是由丹房提供 不如丹房分些份额 给九剑山 我能做主 九剑山绝不和丹房起冲突 丹房虽说实力不强 可在雷泽关系盘根错节 得罪了丹房等于得罪了整个雷泽 玉泽风疯了 要与整个雷泽为敌 怎么样怎么样 师父没吃亏吧 起冲突了 师父没吃亏 不让咱们好好生活 咱们也不让他们好过 师姐 那其他人怎么办 还有那个女人 怎么处理 崔楼主是被胁迫来的 我们不为难她 咱们的敌人 是袁玺和董仲 一会儿听我信号 我和师妹一起出手 师弟你注意控制阵法 和其他人配合好 咱们先弄废了袁玺再说 好好干 干好了 师姐伤你们地瓜吃 得罪了我 九剑山将在雷泽寸步难行 王者 何须和她废话 我先替您杀了她 住手 对师父不敬 对师蛮不利 就是我们的敌人 找死 是敌人 就该死 动手就动手 为什么要在咱们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的灵石啊 此时过后 你们把损坏的房屋统统修好 是啊 师父 这阵法品阶不高 可依然能略微影响到本座运转灵力 他的三个徒弟不过真远景 便能联手与伴侮原鹰抗衡 九剑山果真有些无关 能影响到单方的冷振 九剑山要与整个雷泽为敌了 房主 雷泽已平静多年 况且他快出世 如今实在不是起战的时候 你要给他出头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房主面前 也有你说话的份 三个真远景修士联手 便能与我抗衡 如今梁子已经节省 小剑山不能留 若林只是想劝房主 大势为重 好自为之 师父 为什么放他们走 后患无求啊 还不是时候 原因竟出息不可怕 可他背后的关系 不得不及的 如今九剑山在雷泽根基不稳 还需要时间发展 道友 你闯大祸了 董仲小肚鸡肠 日后绝不会放过你 有什么好怕的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对此单方 必须要先瓦解掉 背后的关系 看来 得和春江湖深入合作 楼主 气人 离下的滋味不好受吧 雷泽中的丹药 都出自丹房 我也实在无奈 况且丹房只出售 黄街丹药 若与丹房交恶 玄街丹药 对方万万不会出售 这是九剑山 给楼主的见面 只要楼主答应 与我合作 日后这样品贴的丹药 九剑山免费提供 这气息 玄街鸡品丹药 他既舍得送我 如此贵重 这合作 必定风险其大 你想与我合作什么 在你春香楼 售卖丹药 所得之利润 你我三妻 你可知道这样做后 等于春香楼 丹房彻底撕破脸皮 你让我置于何地 他们卖的九剑山要卖 他们不卖的 九剑山更要卖 先到先得 祸到债清 若此技能成 雷泽必定又是一番倾效 可这对春香楼 又有什么好处 为这迎头小利 我不愿让春香楼 承担这么大风险 你心里清楚 我迟早会回我该去的地方 到时候 雷泽中丹药 便都会从春香楼售买 我不信他能忍受 这么大的诱惑 世间重重 一切都不会利益交换罢了 好 我答应你了 你若陷入危险 可以日后投入姐姐的怀抱 姐姐可护你离开雷泽 不用日后 我现在就可以投入姐姐怀里 平嘴 我先回去了 日后你派人来春香楼 与我接洽此事 四浪屁子 又在供你找买 凡剑 你与冷红圣 前去拉拢雷泽中小势力 下个月后 让他们来九剑山一叙 弟子定能不辱使命 不过弟子有一事不解 师父何须赠做这么贵重的丹药 欲将取之 必先与之 不给他们一些甜头 怎么会答应我们的合作 等你们回来后 为师便带你们 去雷泽中历练一番 掌门坐是胆大惊喜 怎么会这么有魅力 我快被掌门迷晕了 解方主 让我带人灭了九剑山 你想怪我大事 康康即将出世 丹房炼出地阶丹药 全看此次机会 我护杀玉三丰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去暗道中设下五十万灵石 悬赏要他的命 自然有人趋之若鹜 我单方有足足五百多万灵石 用灵石砸 也能砸死欲造风 我只有一千五百万灵石 可穷死我了 虽然卖单要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我有系统刷奖励 最重要的是 与雷泽诸多事业交好 之后便是我的助力 你们快成长起来吧 我需要你们的力量 今天把屋子盖好 否则不准吃饭 师傅 弟子会饿死的 我把屋子盖好 今天明天都不准吃饭 你们毁的是屋子吗 我毁的是我的灵石 可你将屋子得花十块灵石 我的心在低血 你们知道吗 师姐 抓紧时间吧 不然师傅又要生气了 像我这千家老两个地瓜 不然这又死人 掌门 万何丹成了 此丹可让修士 提升突破结界境几率两成 属下特向你报喜 自从加入九剑山后 所有资源都免费提供给我 跟着掌门 我能在灯道上越走越远 花了这么多资源 品贱才皇家中品 下个土地得收有炼丹自制的 不然九剑山的资源 得被挥霍干净 就在此处服下丹药 我帮你护法 掌门竟将如此贵重的丹药赐予我 还帮我护法 果然掌门心中还是有我的 万何丹的价值 不亚于玄阶丹药 可掌门就这么随便少一次了 掌门的气魄 还真让我五体投地 气同返还 宿主授予盟人丹药 符合条件 开启千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罚千百倍暴击 获得玄阶极品丹药 画影丹两百颗 我要天道园阴 这画影丹对我并无大弱 是否等普通弟子 需要突破园阴境时 再赏赐下去吧 你们努力修炼 到了瓶颈后 师们将赐予丹药 助尔等进阶 三年 三年内 我祝你们全都进阶到杰丹境 甚至 圆阴境 我愿为掌门付出一切力量 助掌门重回永宁州 你还要努力练丹呀 多练习丹药 这有多少系统奖励 我愿为掌门付出一切力量 助掌门重回永宁州 若九千山全部弟子 都是圆阴境 莫说永宁州 即便是在雷泽 也将无人敢错进锋芒 爹 你知道吗 丹房对预奖风 发布了五十万灵石悬赏 五十万 丹房为了个杰丹境 大圆满这么不惜代价 这事有蹊跷 我们不能参加 老头 五十万灵石 整个屋子都塞不满 你可是圆阴境中期大能 还怕一个杰丹境不成 怎么叫爹的 没大没小 这钱只怕你有命正没命花 爹 我倒平井了 旧缺灵石买炼之万壳丹的灵财 娘如果还在世 她也会同意的 我明白了 那你不可独自行动 一切都要听爹的安排 等女儿紧接后 在雷泽病有了自保之旅 冤夕 我池子会找你报仇 方主 悬赏都发不出去三天了 到现在还没一点消息 急什么 让消息飞一会儿 我认为 只靠那些废物 恐怕有些不尽人意 还是需要抢手 你的意思 方主忘了 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的水云邪神 他若出山 区区欲藏风 何足挂灾 行吧 去请水云邪神 系统返还 宿主传授门人 万和丹 符合条件 开启千倍返还 恭喜宿主触发千倍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二十颗 玄阶极品丹药 玉灵丸 太阳 这感情好 居然是玄阶疗伤圣药玉灵丸 哪怕原英镜高手 还有一口气 都能救回来的丹药 如今 你已经突破邪丹境 你与冷红圣 驻守宗门 我出门一趟 我并不负掌门嘱托 师父 我们该出发了 走 出发五大禁地 短短十日 就已经过去归往 等我回来时 必定又是另一番景象 你就是暗道第一杀手 水云邪神 虚明罢了 邪神 单访运出五十万灵石 请你出手朱砂玉藏风 此子突然陷身雷泽 便杀了马阳帮帮主 有些难办哪 邪神乃圆境大圆满 莫非也怕了 笑话 此子来历神秘 得加钱 水云邪神性子古怪 这要求你怎么看 方主你别看我呀 花的是你的灵石 若能杀了子子 多花些灵石也值得 你的主意不错 这也能从侧面 彰显单方威名 这老东西几个亿算 难道有那种爱好 方主考虑的如何 加十万灵石 二十万 先付一半 爽快 那依邪神的意思办 可邪神定要诛杀此子 我只会打死他 或者被他打死 有了七十万灵石 就能去华丰州买玉玲丸 明月 你有救了 老爹 瑞藏风在前面 你赶紧出手 不想你爹死太快 就小点生 就一劫单进小子 谁等你堂堂 原因进高手这么慎重吗 你等个屁 这小子 非比寻常 刚有被窥视的感觉 错觉吗 师父 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继续赶路 我区区就来 那眼神 竟让我心中生出危机 爹 你看到了什么 竟有如此反应 别多问 看进去十里外小树林 我随后赶到 此次不可招惹 先撤回上 阁下跟了我一路 怎么突然想着就走了 我说我路过 你信吗 你说去打酱油 我心血会信 说吧 一路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 既然冒露行踪 不如主动说出实情 夺取好感 在下司徒科 单方在暗道中发布五十万灵石悬赏 要你的性命 我的命就只五十万 单方还真看清 所以你来杀我 道友误会了 我怎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我不过为了活下去 在下绝无欺骗道友之心 陈也好 恰也罢 这都不重要了 既然你对我没有敌意 我也不好对你出手 你走吧 你真放我走 传闻欲藏风心事果断狠辣 没想到竟如此好说话 莫非传闻有假 还是说 你想和我摆开洽石 大战三百回合 道友说笑了 我先告辞了 这人能屈能伸 行事也颇有格局 倒是适合交个朋友 九剑山的朋友 终究太少了呀 单方 你会后悔这个决定 爹真是越活越胆小 也不知道当年娘 怎会看上他 五十万灵石就这么飞了 我可不甘心 去告诉你 我去拿学校 他要是还想有我这女儿 快来救我 我还不信 老爹真会见死不救 师父离开有些时辰了 也不知因何事耽搁这么久 师姐你多虑了 雷泽能杀师父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师弟说得对 师父是最厉害的 你看 二师姐也赞同我的说法 我们身为弟子 担心师父不是应该的吗 可作为弟子 相信师父不是更应该吗 师姐 你不会对师父 有那种感情吧 师姐 你的想法很危险 我没有 我没有 师父是我的 我已经发誓要一辈子留在师父身边了 死妮子 还敢跟师姐抢师父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这二位师姐 什么时候能正常点 此番历练 想必二位师姐也能踏足结丹镜了吧 我的修为也能更进一步 在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师父 师父 是二位师姐 启禀师父 我和师妹想到将会实力大尽 心中难免欣喜 只敢乱说一个字 我和师姐都要收拾你了 师父 的确如此 我认为你们在车谎道没有证据 你们哄谁呢 哄是贤吗 你造风受死 无名师妹 你敢在师父面前荒废 真当九剑山无人 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踩两脚 徒弟都这么强的吗 那欲藏风该有多恐怖 别乱动我 否则我杀了你 师父 不如让弟子杀了他吧 前辈我错了 我不该证人你 你们要记住 九剑山并非以杀指杀 而是要以杀指恶 只有如此 方可保证九剑山长盛不衰 是 弟子明白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司徒琴 这个是 司徒柯是你什么人 你认识我爹 一面之缘罢了 我对他印象不错 幸好死老爹是原因老怪 欲藏风顾忌才不敢为难我 我已经给爹传信 不时便会赶到 你是个聪明人 还不赶紧把我放了 否则 姑奶奶要你好看 在我面前敢自称姑奶奶 还敢放言要我好看 你还是头一人 既然你爹要来 我正好等他 为什么他不害怕 难道他有所依仗 肯定在故作镇定罢了 师父 弟子有一事不解 既然师门能炼制万和丹 为何不让二位师姐服用丹药突破境界 丹药终究是外务 要求道还是要稳扎稳打为好 况且你二位师姐 也需要时间稳固修为 你们也能炼制万和丹 想必炼制出来的都是垃圾 九剑山的炼丹师可出身丹坊 我娘曾经还是丹坊首席炼丹师 万和丹的丹坊还是我娘改良的 若我猜得不错 你们炼制出来的万和丹 只不过黄街中品吧 他也会炼丹 他能瞬间知晓内情 莫非这丹坊有问题 看我来忽悠他 九剑山炼制出的万和丹 乃是玄阶下品 休要大言不惭 不可能 如今的丹坊是残缺的 即便单胜出手 顶多能炼制出黄街上品的万和丹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你知道完整的丹坊了 实不相瞒 我也是通过研究 才恢复完整的丹坊 不如你把丹坊给我看看 和九剑山的是否相同 想骗我 没门 等我爹到了 他绝不饶你 原来你也不傻嘛 要不我花灵石满 考虑一下 道友手下留情 道友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爹 轻而无碍 玉藏风并没有为难他的想法 只是不知 他如此是否别有目的 家长到了 咱们就谈谈吧 此女颇有恋丹天赋 即便不能收她为徒 也要将完整丹坊拿到手 小女年少无知多有得罪 还请道友多多担待 令员侠女风范 可吵着要用我换灵石呢 是吧 姑奶奶 爹 你快出手 可别让灵石跑了 闭嘴 你想害死我呀 小女不知道友厉害 还请前辈恕罪 令员无状可爱 我不会记挂在心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不知 道友有何要求 我要万何丹完整丹坊 道友说什么 我不懂 这个数 五百万 道友 请不要强人所难 虽然五万灵石已经不少 对我们妇女来说 可是雪中送炭 她若是再加两万灵石 我立马答应 等等 你说五百万灵石 我见识少 你别骗我 我极少承诺 可向来说到做到 好 我答应 玉藏风 受死了 又来 不好 暗道第一杀手 水云邪神 这下麻烦了 一会儿有机会 就跟我一起走 嗯 邪神大人亲自出手 玉藏风凶多吉少 可是 我怎会担心其他呢 来人不同凡响 保护好自己 有点意思 不过 你的性命 我收了 哼 即便原因尽大圆满 想要我的命 也要有这个本事 三阳剑绝 我牵尸 我说的对吗 水云邪神 的确有点本事 可今日必死 玉藏风竟能硬扛 原因大圆满 幸好会曾有他交恶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么帅 此人毕竟原因尽大圆满 为了弟子 也不宜继续争斗下去 邪神 我们聊聊 哼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话 你与我为敌 不过为零食 我出一百万 一百万 真当我是什么人了 我就是穷死 死外边 死在你手里 也不会忘记身为杀手的操守 两百万 外加一颗玄阶极品玉玲丸 我可是铁骨铮铮 两颗 老板 有何吩咐 我带弟子 去五大经地历练 你随我一同坐镇即可 好嘞 我必定忽悠道友高途周全 你 你 有救了 真相 邪神竟有如此一面 我在做梦吗 我们父女浪迹天涯 只能加入九剑山 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看秦儿 对他也并不排斥 恭喜道友与邪神化敌为友 刚才与道友谈的条件 谋想改改 客气 不知道友所欲何求 道友所需之物便在这里 保语女儿 与加入道友的九剑山 原来炼之万和丹 还需五大经地妖兽的妖丹 他如此 也是为了女儿吧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道友加入九剑山 欢迎至极 从今日起 你便是九剑山长老 这是之前 答应道友的条件 五百万灵石奉上 某愿为九剑山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邪神兄 你就不心动吗 司徒秦是个炼丹奇才 我定要收他为徒 他在看我 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再厉害的男人 也被我的美丽折服了 终究还是少年了啊 英雄难过美人观呢 我还愿意是想说 那便是令缘之事 诶 女大不中流啊 不知掌门对小女有何安排 无论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做主 她是要与我前为道理吗 会不会太快了 为什么我这么期待 我见她骨骼晶起 是万中无一的炼丹奇才 故此有意收她为徒 你不是要娶我女儿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当我爸爸 我愿意 虽然师徒 静静之恋为世人不迟 可我越来越兴奋了 来 握住我的手 是 师父 我的乖徒儿 快让为世耗羊毛 这段静静之恋 这么快就开始了 真是顺利了 发现弟子四诸琴 隐藏体质 宿主是否传授 一百年修为激活体质 碧眼 静心化解为时的功力 没想到随随便便找个徒弟 都有如此隐藏体质 哥就是欧皇附提 掌门这是做什么呀 司徒长老莫担忧 师父正用秘法 为师妹洗金法水 待师妹行转后 将焕然一新 我与将来师妹 都承受师父此恩 原来如此 那我带家女多谢掌门 血葬风当真厉害 如此密法 可保九尖身 长胜不衰 此次来丽如此神 月交给她 兴许还有知愈的可 爹 我好像感觉不一样了 你得多谢掌门才是 若非掌门大恩 你如何有的今日 方才感觉 亲爱体内经脉通体欲随 此只提升不知几个等级 她在旧间山 相信日后登上大道 也并非不可能 宿主为弟子 开启体质 单火灵体 恭喜宿主获得逆天改命 药灵圣体 灵力充足前提下 天地万物 皆可烈化承担 我无限难 搭配药灵圣体 完美到家了 我以为你既活单火圣体 这体质 可祝你完美掌握 承担最佳时机 你且先看看 如何 这是什么样的手法 竟可交零才直接承担 嗯 徒手链灯 这样的状态 完美 这单很好 很强大 弟子愿永远追随师父左右 哪怕学得皮毛 弟子也将受用不尽 陪伍百年时间 我必定也能如此练带 然后得到师父 为什么我曾有短 他不断我吃了的错觉 恕我门下 你需用心修行 正巧 我带着你师兄师姐 外出历练 你也一并来吧 鞋神 不知你都有这几个不成器的弟子 评价如何 嗯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没想到鞋神的评价这么高 那鞋神认为 我九剑山又如何 只要你欲藏风不死 九剑山就无限可用 本掌没有意 邀请鞋神加入九剑山 不知鞋神你可愿意 你别忘了 我是来杀你的 对对对 不过 冤家已解不已结 九剑山终究会发展壮大 需要有人来帮我分担压力 唉 我还有血海深仇 长此以往 终究会独目难知 嗯 鞋神 我代表九剑山诸位祖师 承邀你的加入 唉 九剑山日后发展不可想象 表如九剑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不知道鞋炸风 是否愿意为明月聊山 鞋神迟迟不愿答复 心中有牵挂之人吧 唉 你如何得知 鞋神如此境界修为 又怎会为了些灵石干这够呢 如此细细想来 想必是亲近之人的缘故 哼 前他看到玉灵丸如此欣喜 要是我猜得不错 应该是有人受了重伤 唉 鞋掌门神迹妙算 我心服口服 那年前 我已发起明月 因当康出道雷祖 却被人暗中偷袭 银月身受重伤至今昏迷不醒 来之下 只有加入暗道 做起这暗杀一事 靠着丹药才吊着一口气 鞋神重情重义 晚辈十分佩服 若鞋神加入九剑山 晚辈愿全力相助鞋神 嗜好发气 当真 当真 拜见掌门 从今日起 鞋神便是我九剑山大长老 执掌刑法 是 掌门 实不相瞒 玉灵丸只可保明月性命 可并不能治好他 若要痊愈 还需当康三滴心头洗为瘾 嗯 当康 听名字就知道不好什么 你与我 日后便是一家人 家人有困难 我这做掌门的 肯定要全力帮助 这当康在何处 我们这就去宰了他 当康百年出世一次 计算时间 下个月便是当康秘境开启之 若一旦当康出世 雷子便满天五地 那些进入秘境 还虚无性灵珠为瘾 如此说来 的确不可操之过急 把消息带回 让安彩抓紧时间办 大哥他绝对想不到 我这么快就在雷泽站着脚跟了 真偷偷啊 我该怎么才能完美地装一下 房主让我偷偷打探情况 没想到水渔邪神 竟和育脏风沆瀣一气 我必须加紧时间 禀报给房主 师父 这些妖丹都是炼制破阴丹的好灵财 请师父过目 你善丹道 日后门中所有灵财都交于你掌管 不必事事都向我部位 雷子竟不负师父众望 师父如此看中我 他心里也一定是有我的 这便是五行灵器 启禀师父 这知识刚从妖兽中提取出来 还未练花 所以还算不得五行灵器 你可会练花 弟子会 但是 但是弟子并无上号炉顶 故此也无法练花 正愁着存货没土地送 这不就来了吗 此顶乃是玄阶下品 可够用 师父 够用了 不过此顶太贵重 弟子不敢收 给你的就是你的 若想要报答师父恩情 不如好好修炼 为九尖山贡献自己的力量 弟子并不忘师父嘱托 一帮废物 查了这么久 还没在九尖山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九尖山 毕竟传承多年 有些秘密 自然也需要时间生亡 师父 无需为此恼怒 的确也是 说起来这些时日 你进步神速 已经节单进后期境界 这让师父很是宽慰 做没有师父的专专教诲 岂有弟子今日 相信不日后 弟子在宗门鄙试上 定能拔得头筹 欺命王长老 暗道中传来消息 马羊帮已灭于玉藏风之手 怎么可能 马羊帮帮主可是原因前辈 消息中所述的确如此 玉藏风斩杀马羊帮帮主后 又震慑赶来修饰 如今九尖山 在雷泽已成气候 师父 若再放人下去 玉藏风日后必成大患了 玉藏风 你可真会给本座惊喜 传令下去 让九尖山的弟子回来 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师父 此事就如此作罢了 师父你若是不管 我这便去雷泽杀了玉藏风 你只需听令即可 下去 是 师父 这个局面也只有动用他了 你也有百年未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去雷泽给丹房带句话 只要他活捉玉藏风 玄剑们同意和他合作 然后你再暗中行动 把玉藏风带回来 生死无论 在玉藏风死后 方主再大肆宣扬一番 让所有人嚼嚼 这丹房 到底是谁说了算 你这马屁有些生硬 不过 本房主很喜欢 房主 大事不好了 水云邪神和玉藏风 搅在一块了 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 他怎么敢不给方主面子 小问题 稍安勿躁 你先下去吧 风主 您是察觉到什么了 我在想 是不是百年前 我们偷袭水云邪神的事败露了 怎么可能 当年有关之人除了你我 其余人最后都去了华丰州 别忘了 玉藏风是华丰州而来 怎么办 邪神的怒火 我根本无法承受 风主 不如 我去永宁州别别 瞧你那怂样 百年前我们能杀他妻子 百年后 也能杀了他 系统返还 宿主传授地址 全街下屏颅顶 符合条件 恭喜宿主 激活八千倍返还 获得天街下屏颅顶 要网顶 欧皇 欧皇 只因我书下屏颅顶便如此开心 这顶在他眼中或许便是定情性了吗 师父 你什么时候才通过那层窗户的纸 会有一些迫不及待了吗 师父 不知您为何如此欣喜 因为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你心里我已经收到了 不过我细细想来 这顶在你手中才不算如我 师父 此顶太贵重 我细想之下 还是认为不能收 没事 师父我还有更好的 这气息 天街屏顶 随手一拿便是天街屏顶 欲藏风莫非来自比华蜂州更高的大陆 秦儿 愣着干嘛 还不重谢掌门赏赐 弟子多谢师父 愁见美 本姑娘才是师父最在意的女人 风筑 水云邪神 可是云阴静大圆吧 只差临门一脚 便能踏入更高境界的大能 还有欲藏风和我们作对 我们赢不了的 不如风筑 跟我一同前去永宁州 恶笑 你让我放弃这偌大基业 和你一起逃命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活出欲藏风 玄剑门便答应与你单方合作 凡人行为如此恐怖 竟没有丝毫察觉 玄剑门也要掺和进来 虽然混乱 但对我们来说 确实是件好事 帮主 玄剑门自许名门正派 可他们的人邪性得很 不可不防啊 哼 你在教我做事 传令下去 集结人手与盟友 备战当康秘境 欲藏风 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 不好 刚才掌门添接 卢顶的气息 引起了大妖兽的注意 掌门快走 我来拖住它 在禁令中 我与司徒长老的实力 限制太大 拖不了多长时间 快走 狐狐生气了 接下来你我联手 来 不愧是原因 竟然在禁令休息 初次合作 就如同多年老友 半日期 不忽短时间 无法再次发动 这样的攻击 我们抓紧时间 不用逃走 让我来会会他 这样就好 还能不能让我愉快的 抓了 错进了才发现 有这么大 来来来 再来比比 谁的更大 贪护 聚灵神可不怕 你的护身火焰 这就是强者的事件了 瞅点东西 连聚灵神都有些 承受不住你的火焰 此前见阵 请 我这心生的徒弟 可真不省心 我们身处禁地 要随时借别 不可分心 师父 我知道了 师 师父 现在能放我下来的吗 怎么办怎么办 他不会是变态吧 我还是幻花大归男呢 您的手 很温暖 话没说明白 到底几个意思啊 算了不管了 先干正事 来来来 待战三百回合 这就是我心的猪 气息果正和我心 难起大不相同 师父以杰丹镜斩杀大妖兽 等师父近身原音镜后 岂不是原音镜无敌 打扫战场 这都是上好的灵彩 然后 我们下一站 极寒之地 安彩 安彩 这么着急做什么 掌门来信 让我们去请剧堂前辈 你是不想见到石玉姑娘吧 我看到那个女人就烦 最讨厌她了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打听到当康快要出事了 掌门在这个关头剧情 举前辈来 应是为了此事 我们可不能把个人情绪带入宗门 别坏要掌门大事了 你放心 我有分寸 我这就学安排人 通过暗道传信给她 兰彩 希望你不会陷入太深了 两门之资 不是你我之辈能比拟的 忙了一个月 总算把五星灵珠击齐了 凡谢了 只是防御稍稍有些棋手 但是 也让我们更加默契了 去 我的徒弟们 经过一番力量 也成长了不少 新灵珠 灵器外界更强 就在这里 通过远近 师父要通过了 师姐师妹们 咱给师父护法 张兰真让人吃惊 这么快就会 独播的英镜 天阶如此恐怖为时 每次周围 又会莫一位 实力强盲的强盲 这自然与我 将是敌事业 大哥 你说 会不会是 御葬峰这小子 他先生结单 经测多少事 不可能会是他 也不知是哪一位道友 引动这么恐怖的雷杰 你自己废物 不敢引动雷杰 还羡慕其他人 元英杰下实不存异 他能不能晋升 还是两说呢 不过 即便此人成功晋升 元英镜 不过也得为方主 马首实战 你这马屁拍得不错 本方主很高兴 又行天一位元英镜道友 雷泽又会更乱了 只是这气息 为什么这么熟悉了 该不会是他吧 单方已经向盟友 发出被斩链 这么大的阵仗 恐怕不单单是为了 猎杀刚刚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 小男人一声呢 妈呀 我想到这破雷杰 也推猛了点 差点没扛住 师父 您成功了 我可担心死了 师父 可担心死我了 恭喜掌门 晋升元英镜 从此雷泽 任由掌门纵横来去 走 回酒见山 豫掌门 好久不见 你的气息 我晋升元英了 羡慕吧 原来那日引动 元英雷杰的人是你 我修行数百年 至今也迟迟不得突破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晋升元英 哥 要不你拜我为师 我用独门秘法 助你突破修为 到时候 咱俩各论各的 我管你叫哥 你管我叫师父 哥 石玉姑娘没来吗 快帮师父找找 滚滚滚 别逼我动手 石玉见过掌门 好久不见我可想死你了 俗话说得好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咱俩都多少年没见了 石玉姑娘不知对我这儿还习惯不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要不陪你游览几天 狱掌门邀请我们过来 不知所谓何事 一来自然请你们过来做客 二嘛 当康秘境快开了 这种好事 我怎么会忘了哥你啊 当康秘境相显非常 不是你我而然知道 此事稍后再说 先来官吏我亲传弟子 共同晋升杰丹镜 你们大可放心 若是有危险 为师可护你们周全 多谢师傅 欲藏风天字卓越也就罢了 没想到他的弟子 也能在晋升杰丹镜 是影响累积 共同度结凶险太大 会面有些不同吗 没事 我这些弟子历练后 本是掌握不上 系统返还 宿主授予弟子五行灵器 符合条件 恭喜宿主激活五百倍返还 获得五行灵珠各十颗 今天这系统可真够抠的 反正 你入门也有些日子了 等你师姐师妹晋升后 你也去突破原因吧 弟子担忧自身实力不足 恐让师傅失望 无碍 为师赐你五行灵珠 助你突破原因境 只管去做 你的努力 师傅都看在眼里的 弟子多谢师傅 原来师傅从来都没有忽视过我 他对每一个弟子 都是一视同仁的 哥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除今大仇得报 之后就希望我在意的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哥 我可得说你两句 我被修饰 自然要以追求大盗和能量 你堕落了啊 或许你说得对吗 那你对我的弟子们 评价咋样 你是个妖孽 你的弟子同样也是妖孽 说难听点 他怕你死了 九剑山在永宁州 也有一席之地 小王哥 你可在咒我死啊 说真的 要不你带人加入我九剑山 咱兄弟联手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要不九剑山加入我土罩门 同样可以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哥 别闹 你知道 我不可能加入土罩门的 你加入九剑山的事 之后再说 这五星灵珠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可祝你们庆生元殷尽 接下来 没实力 连刺宝都难过 五星灵珠乃是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他说送就送 他 真的对我一往前深吧 好像 这样子也很不错 豫掌门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嗨 这玩意儿我多着呢 我平时都当弹珠玩 师父 弟子心不辱命 不错 先巩固修尾吧 一会儿 出来看凡剑度节 师弟好厉害 都是师父教导的好 司徒科与水云邪神 这二位都是元殷尽高手 如今已经是九剑山的长老了 学神大人也愿意加入九剑山 掌门年轻有为 九剑山未来不可限量 承蒙掌门不弃 某愿在九剑山余生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还也一样 玉藏风给我的惊喜实在够大 有你们二位坐镇九剑山 可保无忧 不过 三位元殷尽修尸就想染指当康秘境 和送死没什么区别 我还是想请御掌门 三思而后行 谁说只有三个元殷了 凡剑 现在去引动元殷雷结 是 师父 九剑山打算全力支持你与十玉姑娘 晋升元殷尽 那我们就有六个元殷修尸了 如果你还有顾虑 我还能找来一个元殷修尸作为盟友 哥 你知道了 我最爱交朋友 呃 我们 算是交朋友吧 七位元殷修尸 无论在雷泽还是游泳中 都是恐怖的战友 再说玉藏风这家伙 从来不敢亏本地买卖 好 我们合作愉快 我一想妹 就不久留了 我们还需抓紧时间炼化五星灵珠 哥 加入九剑山的事 你仔细考虑一下呗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硬扛六道天节 已经快到我的极限了 也不知师父是怎么撑过去的 师父为什么还不出手 我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师父 师父 您再不出手 脱地就要死了 无论何事 我等修士切勿毛毛躁躁 你这想什么话 你先去稳固修为吧 是 多谢师父 我 或许是察觉到我出手干预 这雷节威力更强散 药灵圣祭 可炼化世间万物承担 也不知道这天节能不能念承担 哇 这是什么弹药 弹药中天节之力这么能力 吃了还不当惩嘎啦 好家伙 为了跟原子弹似的 掌 掌门 这是什么法门 用天雷炼制的和平丸 日后即便有强敌入侵 也有反扑的力量 看来 瞿堂哥和石玉姑娘 也引动雷节了 最近如此之多修士 纷纷晋升原鹰境 也不知是福是祸 这些蠢货 以为晋升原鹰 就能在当康秘境中分一杯羹 他们怎会想到 雷泽十之七八的原鹰修士 手刃由方主拆遣 说来也是 人手召集的如何啦 广内有八成杰丹进修士 随时待命 而雷泽中其他势力 也都各自派遣一名原鹰修士助阵 这些前辈 已经在启程路上了 最近雷泽中灵气一动 越来越频繁 估计就这几日开启当康秘境了 我们大意不得 这下加起来 和平丸有二十多克 目前应该够用啊 嗯 干脆我开个收肺服 帮人渡劫 练和平丸 赚零食两多 美滋滋 多谢御长们相助 若非御长能出手 我以小妹同时妒解 恐怕凶多吉少 咱俩兄弟谁跟谁 说这些生分啊 如果你硬要给我个几千万零食 我也只有免为其难的收价了 我以小妹先稳固修为 明日我们再细谈 当康秘境一事 当康秘境开启了 只是个讯号 秘境还有七日才正式开启 当康秘境即将开启 传令下去 所有人 出发 今时不公我们 或许这一次当康开启了 为责中所有事情都会醒来 你会成功吗 日葬房 当康秘境每次开启的地方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并不用如此着急前去 这便是当康 传闻当康乃是天地灵气云云而生 天生的火法十分厉害 如果只是精通火行法术 也没到让人闻风色变的地步吧 百年前 我曾亲眼见到 当康单手捏死一位元 引颈大方 如此说来 这当康的确棋手 他就没有任何弱点吗 或许是有的 不过当年我初入解丹境 见到这一幕 就匆匆逃命去了 没事 咱们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出发 都安排好了吗 灭境十里范围内 都有人把守 那欲藏风呢 探子来报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至于什么时候到 并不清楚啊 你怎么办事的 我要随时都知道他们的动向 能办就办 不能办就滚 是是是 我这就去办 哼 我也就是打不过你 势力不如你罢了 此人是谁 怎么以前从未见过 莫非是隐修强者 在下春香阁崔若林 见过倒有 真是个怪人 小门他们也快到了 丹房办事 现在人都回避 兄弟 我们聊聊 大膽 你是要和丹房作对吗 紧扰掌门 我杀了你 丰主 玉藏风来了 我这就派人捕结 不用 我拦不住他的 多带些人过来戒备 丹房主 您老这么大阵仗 毕竟 丹康出世 多派些人 难免有些萧萧之辈 来浑水摸鱼 瞧您这话说的 丹康乃是天地孕育而生 自然有缘者得知 不过 按照您那意思 我们还是很有缘呢 丹康乃 丹康乃 丹康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立马离开 二 无从方主差遣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硬撑着 不过 你还能不能活着离开 我就不敢保证了 什么阿猫阿狗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留你一条小命 别太嚣张 你晋升猿鹰了 方主 这会儿当康秘境还没开 你就要先与我两败俱伤 我两败俱伤 你也配 是 这 都是猿鹰镜实力的土傀儡 这数量 恐怕有上百啊 王主 我们来指挥祖贞 可不会为你玩命啊 没想到 玉藏风竟能将土傀儡修炼到这一面 玉藏风 你非要与我鱼死亡破不可 我说过 当康秘境尚未开启 我也不想其外生枝啊 所以这段时间 咱们相安无事最好 诸位道友 都是雷泽成名多年的修士 九剑山小小薄理 不成意思 只希望诸位 听我一个建议 玉藏风 你什么意思 你猜 全天下品丹药 九剑山到底什么来头 这么大手笔 早有传闻 九剑山与丹坟早有矛盾 看来传言为真啊 玉藏风 你还不给本坊主解释解释 九剑山广交好友 送上一份薄理又去解释什么 丹药 九剑山想要多少有多少 这玩意儿 我都是当唐王 厨艳 我 能否在雷泽得到其仙碑传承 我又不会添算 你问我干事 我不过一时兴起罢了 不过 玄剑门的晚辈 最近可不安分 一直在搞小动作 你我师门 能在永宁州传承数千年 也是一个小辈 能动摇根基的 这人神来头 虽然表现莫无 但总感觉对我有些不怀好意 不过现在 对方没有发作 我也不好出手 只有先提防差 叶掌门 崔阁主前来 不知所谓合适 莫非是想与我探讨道法 如今大庭广众之下 也不太合适吧 呸 没证据 我只想问你一句 对付丹荒有几成把握 十成 这么大把握 不是我有把握 是大势所趋 丹荒能称霸雷泽 不过只有他会练丹吧 这些年丹房的所作所为 越来越过分 大家早已心生不满 这时候 九剑山突然跳出来 但要比他好 态度比他好 自然有人与我交朋友 你说得不错 但还有很多势力 愿意和丹房做同一条船 你想达成目的 恐怕没这么轻松 我已经在他们心里埋下了种子 接下来 只要在当坑秘境中 展露九剑山十里 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一条破船不用我动手 自个儿就会沉 你 你早就算准了这一步 人心而已 不过我比起和你探讨这个 我更想和你探讨道法 狐狸精 当坑秘境开启了 听我命令 不计代价 重杀九剑山 早防着你们这一手 我来开路 岳阳 你护住两侧 其他人跟着我的节奏 抄 没用的东西 上 给我上 快拦住他们 不要连战 跟我进秘境 速度要快 没用的东西 还要本防主给你们擦屁股 抓紧时间跟进秘境 否则我扒了你们的皮 当坑秘境中 还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 不用土亏蕾开路 所有人跟着我 秘境中万事小心 好 好 如果没有土亏蕾探路 这一路上 不知道要扯损多少人 你们在这里暂时休整 我去去就回 这具尸骨上 还有这么有余的剑气 我知道这位前辈 生前剑道造力有多强 好厉害的剑气 好厉害的剑气 如果能从这剑气中 不出一招办事 对如今的我也受用了 万剑山之人 万剑山 你进来吧 不知道说话的人是敌是友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 修道剑心入体也落了这个下场 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人竟能以剑气维系原神之体 九剑山玉丧风 见过前辈 晚辈斗胆 甘闻前辈名讳 你叫我剑老即可 九剑山 你师尊是何人 为何你的剑意中 有万剑山的影子 万剑山 难道九剑山和旧前辈有什么关系 回禀前辈 加师剑铁心 不知前辈是否认得 认得认得 可记得这孩子资质不佳 但好在一心求剑 所以我便破例让他入门 那前辈你 能做 那万剑山第三十八代掌门 九剑山第二代掌门 玉丧风 拜见师祖 没想到我这死鬼师父 走了这么久 还能给我带来这么秃的大腿 只要舔得好 好处少得了 万剑山功名九剑山 这些年师门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自打气士气 师门就一破烂样 最后师父也死在了玄间门手里 弟子这不也没辙 带着那门弟子逃命到雷泽 当年门中精锐 尽说死在这里 这 都是我的错 往日因今日过 如果不是师祖 弟子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事情已经发生 再懊恼也不会改变什么 弟子的夙愿便是为师父报仇 重振世门威名 修剑千年 还不如你这小辈看得透彻 你身为九剑山掌门 也有资格继承万剑山传承 来 授我一剑 此次天资卓远 刚刚一身授剑 便能接受传承 只是能领悟多少 全凭他自身造化 这剑法只有三招 可每一招 都是由十三种基础剑势组合而成 进去的时候 若是拆分重组 那就变化无求 多谢师祖授意 弟子已经全部领悟了 请问师祖 这套剑法叫什么名字 名为三结剑 一剑生 一剑死 一剑生死难测 此剑法只有历代万剑山掌门 才有资格修行 从今日起 你便是万剑山掌门 为师门留下传承 我也算无愧列祖列宗了 师祖 您的身体 无碍 我以元神之身苟活至今 如今时辰到了 这是当康密境的图 可祝你畅行无座 师祖 你与诸位先辈 都修行到剑心入体境界 可为何 如今你修为太帝 不要问 等你变得更强大了 去画风轴剑风 那里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弟子恭送师祖 倩义有情 你不愿随师祖而去 我想 也是担忧师门 从今日起 你便是历代掌门传承佩剑 哈哈 赚饭 横天剑 也是无限接近仙气的宝物啊 那里就是当康所在之地 加快速度 绝不能让玉藏风抢仙了 救我 救我 没用的东西 尽会添乱 不准停留 走 师父 这些尸骸 他们 都是九剑山的仙辈 九剑山的仙辈 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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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尸骸都以剑心入体 九剑山什么来头 不知道 或许是某个隐世超级宗门 那可不啊 你看玉藏风 如果出入圆阴境 就这么厉害了 不管怎么说 才不算是选着了路 你们也想回家吗 随我而来 我会为你们 找到新的主人 没滋滋 这些剑赏给弟子们 不知道又会刷多少好东西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魄力 玉藏风之后成就不可估量 凝月 你有救了 没用的东西 一群废物 冲 给我冲出去 昨晚 人数已经折死了四成 再这样下去 我会死在这里 元席 元席 你找死 王主 这怪不了我 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全会死在这儿 我要你生不如死 等你活着走出秘境 再说这话 拜拜了您嘞 大家 跟我冲出去 前面好像是单房的人 他们在突围 我们要不要救他们 你在想什么呢 我不落井下石日 他们就烧高香了 毕竟咱们在当康秘境里 互相合作 生存几率也会大很多 九剑山弟子听令 我们走 御御掌门 当康十分厉害 不如你我先放下成见 先合作怎么样 我凭什么要和你合作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合作 你什么意思 现在 你人手折损超了八成 你现在拿什么和我斗 等你的人死绝了 再出手也不迟 我就算死 也要拉着你陪造 你 嘿 你赶紧快死 我要是等不及了 给你们一起收拾 你 杖门好帅啊 今日过后 雷泽的势力将会重新化分 我也会跟着一飞冲天 我要怎么感谢他呢 要不 探讨道法吧 毕竟都是人族修士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有些太过了 童族相残 我们反而才是最狠的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再给他们添把火 诸位道友 大可来我这边 我可护诸位道友周全 玉藏风 你 方主 对不住了 我修道数百年 你却不能死在这儿 总中 我替你拆选数百年 如今还击恩情 从今天起 你我再没有瓜葛 好 开始干活儿 小心 树林 你怎么这么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就自己过去了 别说话 你会没事的 安才 照顾好若林 是 掌门 你到底是谁 溺水剑 玄剑门 不对劲 这剑与中 怎么这么强的死气 就凭你也想挡住我的剑 他是那位玄剑门 失踪多年的长老 我有三剑 一剑生 一剑死 一剑生死难测 管你是谁 死 所有人听令 合力为杀当坑 司徒兄 上 好 我面上 过门给师傅丢脸 我早就准备好了 杀呀 总算干掉了 街神 你先揭好惊喜 其他部分 先由我掌管 多谢掌门 你月有救了 月掌门 你几个意思啊 你想独吞 诸位伤暗物躁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处理 诸位都是朋友 我会给一个交代 只不过 如果你们想抢 也可以试试 预掌门哪里的话 我们只是想要我们应得的那一份 对对对 我们是很信任预掌门的 这样最好 打扫正常 准备回家 反正 这几个地方 带人去一趟查查 这些是秘境中的灵铁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地宝 咱又发一笔了 我要单防所有的资源 其他势力的 你们自己分 我不插手 从今天起 雷则中的丹药 由我九剑山提供 崔道友负责售卖 谁赞成 谁反对 一掌门是不是太霸道了 就是 邪神 我没有对九剑山不敬的意思 首先我提醒一下诸位朋友 这世道 一直都是弱肉强食 但是九剑山和单防不同 更不会卡着丹药不售卖 只要有零食 九剑山大开方便之门 这里 都是全街以上的丹药 诸位倒有出了不少力气 大伙拿去分了吧 未来十年内 诸位背后的势力 凡是购买丹药 价格一律减免三成 这样 各位还有意义吗 如此甚好 糟了 师傅 怎么了 我派去雷泽的傀儡 现在他和我的联系断了 启禀长老 按照传来消息 单防防处董忠生死 九剑山已经彻底掌服雷泽了 蛤 什么 你敢来必须要加快速度了 这把令下去 不及任何代价才够天才地宝 秦衣 这件事交给你来办 是 师傅 没想到玉藏风杀了玄剑门那一下子 接下来他要回永宁州了吧 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亲自去劝说吧 从今天开始 这雷泽就是九剑山说了算 我的目标不是这里 我的目标在永宁州 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 也必须去做 那你要准备离开了吗 惨啊 舍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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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 师傅 咱们发了 啊 品质如何 数量有多少 玄剑以上 起码这个数 看得不错 去好好休息吧 是 师傅 卓琳 你刚想说什么 我说 我喜 哥 你也来了 我是来向你告辞的 如今大局一定 我也没有再留下来的医药 怎么不多住两天 要不你先回去 师傅姑娘留下 文 少打我妹妹的注意 咱俩兄弟哪跟哪儿啊 她不也是我的好妹妹啊 刚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 郁曾锋 我喜 算了 以后慢慢再说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接下来 我闭关三年稳定静静 这段时间 我把九剑山交给你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就找邪山和司徒柯商量吧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加油 我看好你哦